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哟 别着急走啊 怎么毕业之后还是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 想当初在学校有几分姿色 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长得好看还不照样是个黄脸婆 你 你你什么你你不是心疼你的鸡汤吗倒在地上多可惜啊 住手 你谁呀我可是夜市鸡汤夜少 心里我找人弄死你 我管你夜少晚上敢动我风亭风主 别不轻饶 什么 他今天是绵阳在外的顶级商业组织风亭之主 我哼带下去好好教训 哎风主我错了 朽的怨不是太深啊 风主 五年前您不辞而扁 把偌大的风亭百亿商业组织弃之不顾 如今属下终于找到你了 风主请随属下回风亭掌管全球商业大权 请风主回风亭掌管全球商业大权 五年前我在云吞山历连遇到意外 是我老公高朗救了我 嫁给他这么多年 他一直待我很好 我但是不想回去 可是风主您是一个权倾天下的人 你怎么可以当一个家庭总数呢 居家过日子没什么不好的 都是生活嘛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回风亭的事以后再说吧 我还要去地豪酒店 参加我老公同学的生殖业 地豪酒店是您 当年一手创办的顶级企业 万宝堂旗下酒店 您可是老板吗 我这次正好也安排了市场 我和风主您一起去吧 不用了 人多眼拔 我现在还不想暴露我的身份 以后在外人面前 叫我林小姐就行 我不想太过招摇 是 林小姐 对了 你帮我分子下去 让地豪酒店准备几瓶 陈年茅台 法国名酒 还有好酒好菜 以我老公的名义 送到他们项目总经理高宾的包箱 同学聚会嘛 难免攀比 在同学面前 不能让我老公失了体面 是 林小姐 老公 出现了 你这怎么了 衣服脏兮兮的 我刚刚在路上遇了点意外 给你包的鸡汤 全都打翻了 你这 我这样去 是不是不得体 会给你丢人啊 算了 没事 都是一帮老同学好朋友 也没那么多讲究 咱们快进去吧 好 走 来 来 林哥 林哥 您可是 咱几个同学里面 混得正好 咱以后搁几个 还得一顶账 你呢 高了 你可终于来了 这兵哥的生殖宴 以香香来迟 可让我们留等了 不好意思 路上走车 你来了一点晚 你旁边这个 不过是你当年在村里 捡来的 傻子村姑老婆吧 怎么分身装饰的 不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不小心把鸡汤打翻了 今天到了衣服上 来不及换 所以 高了 你老婆是个村姑 没见过世面 你总知道黎叔 他能这样来参加宴会 你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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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快坐吧 够了 既然迟到了 你吃药 他还不喝 叫我喝 strength 吓死 你怎么做 我说的是让你老公喝 你跟乡下村姑插什么嘴 哎 高音 说一下他不懂事 来 我自罚三分 我老公真的光明不能喝 哎 哎 哟 哟 好了 你这村姑老婆酒量还真不错 哎 殷哥 我听说乡下人的酒量都很好 没什么好奇迹 郭伯高 你这老婆未免也太忙了 她是乡下的乙醋 还好我们家美美吃酥辣语 我要有这种老婆 我都不记自语了 哎呀老公 我可是高市千金 这种下野村夫 你怎么能和我比呢 对 对 我们家美美啊 有买房又买车 这俗话说的好啊 娶一个好老婆 能让我们搞笨弄十年呢 哈哈 大海这话 我能当上第一好酒店的项目主经理啊 就是我老婆 没有关系 这女人啊 帮得上自己的男人才是真本事 光在家里洗衣做饭 和保股 有什么区别 是吧 认出笑 嗯 那个 我还是还有点事 我先走吧哈 哎 糟了 今天可是人军哥的生职业 就这么走 可都过去了呢 是啊 大家都和老同学 就随便调侃两句玩笑话 你不会当真的吧 那我相信你老婆也不会当真的吧 是吧 初夏女子 哼 来来来快坐快坐 今天我请客啊 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哼 还是冰哥一盘女儿 哎 对了 糟了 我们大家 祝贺冰哥升职的礼物都送了 你也该拿出来吧 有啊 那个来得太匆忙了 没来得及准备礼物啊 什么 你竟然是工作人呐 你今天 不会是带你老婆来蹭吃蹭喝的吧 不是啊 我 我们没有来蹭吃蹭喝的意 我老公准备了大礼 一会就倒 初夏 你胡说什么啊 我们哪有准备什么礼物啊 老公 你相信你 没准备好吗 瞅瞅 这吹牛 该不会也是农村人独有的本领吧 哈哈 哈哈 我真 蹭哥的客人你们好 我们老板可以安排82年的拉黑和80年的猫牌 还有海参鲍鱼 给蹭哥的高先生和各位客人们 你们没有 高先生的 哎呀 农啊 一面还没上任呢 就深得帝好酒店老板的气氛 谁还特意给你准备了好几碗菜 是啊 我这刚回来还没来得及跟帝好酒店的老板见面呢 没想到老板这么给面子啊 那看来农哥 您是一路高升呀 您以后发达了 谁问我来哥几个呀 好笑好笑 这都是小事 高鞭 你确定这好酒好菜 是老板替你安排的 我即将成为帝好酒店的项目经理 这老板自然是替我安排的 他们口中的高先生 您是我老婆 不是你 高朗 管好你这村姑老婆的嘴巴 他这么胡说八道 丢的可是你的脸 我没有胡说八道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好啊 丑下 你也要胡说 老公 你相信我 是我让酒店一一一一一 风回来好酒好菜 为了就是人生了 李丑下 你一个村姑 拿什么本事给我安排 啊 就是 你怎么不说你是帝好酒店老板呢 啊 这帝好酒店还拼就数了 我说八道 你这老婆还挺能装呢 哎 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家里 也这么天天演戏呢 我 哎呀 老师姐啊 刚好酒店没说 说万宝堂管家洛管家 若来视察工作忙前忙后 耽误了点时间 顶不住啊 唐飞啊唐飞 你还真是日理万机啊 你来说 高朗的老婆 说 帝好酒店是他的 你在酒店当了五年的经历 你快看看 这高朗的土机老婆 是不是帝好酒店老板 这帝好酒店的魔后老板 我还真名欠过 嘶 我 这相同野妇 一看 嘶 嘶 谁敢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们帝好酒店的老板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冒充的 你 哎高北 有话好说你怎么能打人呢 高了 你自己的老婆 不会调教 今天搁着我就好好帮你叫我教育 你住手 我看你是荒地盘的 林小姐 哪个林小姐 若管家 你人在干嘛 这边上的野妇 在这去牛说她是帝好酒店的老板 我们是调教他了 看该教训的人是你 林小姐就是帝好酒店幕后的老板 什么 怎么可能 还给林小姐道歉 否则你们这高管的位置就让闲吧 别别 林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 你看看 大家都是老同学的面子上放过我们 是呀是呀 林小姐 这些人应可 算了林小姐 他们都是我老公的同学 我不想让我老公的 好 林小姐 那你和高先生 知好付好 我要处理公事先行告辞 人家有事随时联系我 好 初霞 你怎么被认识 若管 而且地后铁店的老板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说我是风云风竹的事 老公恐怕一时被我接受不了 老公 我之前救过铁管家 人家看不起我 再给我打打打打 好啊 难怪我看张公铁管家好像是在散播 这穿过就是带飞牛 哼 原来还算什么是吧 林小姐 你可好好叫你他 若管家管了他一次 我可不相信 若管家再管了钱帅 你看 我看来我老公的面子上不合你们计算 你们还真是无可作用 闭嘴 而且 若管家都走了 你还在这趁用 老兵 你不过就是个酒店项目部总经理 我劝你别太嚣张 找死啊就有大夫大叫 你刚才开除我 真当自己是地后老板 信不信你现在去叫人罢了你的因子 快从酒店丢出去 兵哥 出下是胡闹了些 但他再怎么说也是我老婆呀 你们这样太气氛人了吧 哥 你自己混得差 难不成 还见不得咱兵哥非凤凤呢 今天找几个凤凤来耍我尬家 这 兵哥 出下不懂事 你就别和我们计较了好 我替他现得到现 老婆 老婆 出下 别说了 快给大家道歉 算了 今天可是我生责验 我懒得跟你们急 大家吃饭 都会有elo 还安静 哎呀 林哥 30年的老权呀 好久啊 公司版一毫老闆送我的 哎呀你啊 這一毫老闆這麼啥聲音啊 以後 可得多提前提前老同學啊 一定一定 一分鐘之內 把八八八包箱的所有主菜都撤了 你幹嘛呀 這個是咱最好酒店送給高總的 你想把他拿走 想幹了呀 我也是拼拼上面交代的 哪個上面呀 瞎了你的狗眼 今天 可是來酒店 高總失職業把東西放下 啊 趕緊把東西放下 滾一邊去 信不信我一個電話就把你開除掉 聽著我一話嗎 高總 讓你把東西放回去 唐飛 幹的不錯啊 以後跟著我 幫你吃香菠蘿 以後 我肯定給這丁哥 好好看 誰 其有 師姐 你們作為酒店的高管 怎麼能隨便打人呢 高老 你老婆什麼德行 我就要給我全員工 太要管了 信不信我來他一起打啊 哈飛 有什麼衝我來 他是我老婆 高老 這 我可得錯你兩遇了啊 你可是咱班的大班長啊 明海大學 畢業的 怎麼就娶了一個農村傻子做老婆呢 就是 我老婆 可是江澄的李家千金啊 你看看人家小女子大海的老婆 那個不是有錢人家的 帶出去多有面子 你竟然娶了一個農村的傻子 我都聽你覺得丟臉的 你說誰是農村傻子的 那嗎 在座的各位 除了你是農村來的 難不成還有別人嗎 高畢 你要是在座面開 你信不信 今天生職業 我讓你變成告別業 你還真是不知好歹吧 還敢威脅我 你老公 不過就是高家的養子 連高家 只有三類家 我老婆李家 可是大個人 隨便動手指 高家倒閉 行啊 那我倒是要看 是高家倒閉快 還是你被地豪開啟快 那個 這傻子 可沒嫌膩啊 主席 大家都是同學 去吃 老公 今天他那一口一個傻子的喊我 根本就是沒把你放在眼裡 我說過 羞辱我 但絕對不能看不起我老公 哼 我就羞辱你老公怎麼了 啊 高家養子 官費 哈 屁 哎我聽說 村里的人都沒有語化 你小學畢業沒有 你該不會一輩子都在家帶孩子呢 要不要 計算你工作 看他的不得下 你想說還沒畢業 單病哥 這留學生 留學生怎麼了 不照樣還是在我手上 沒辦法 什麼玩意兒 我沒聽錯 給你打鼓 哼 跟你以為 這幾個演員不能過來 你就是什麼萬不常的人啊 不過就是一個創下沒文化的女人 給我們什麼裝 高朗啊 我不欠你老婆 在我們這個老同學面前 就別裝了 牛皮啊 都要吹上天了 創下 算了 我們今天 實在是嗎 你都說別人了 哈哈 高了 你老婆就是農村的 農村貨有什麼好 看這個雜貓 拉里拉 還不如咱地坊酒店的保持人 乾脆啊 你不是很好 我給你介紹介紹 我們咱酒店掃廁所的保潔吧 哈哈哈哈哈 多了 乾脆 不婚吧 咱地坊酒店的保潔 可都是高中名言 好看 吃不太牛 帥你老婆 幾百倍呢 就是高朗 還不快 謝謝斌哥 斌哥 你們這不是欺負人嗎 怎麼 咱地坊酒店的保潔 還配不上一個高家的養子嗎 到了 你們一個個還真是狗眼看人低啊 哼 你一個農村來的傻子 連我們酒店的保潔都不如 用什麼資格在我們一起大鼓大叫 可不是嗎 要不是冰哥生之宴 邀請高嗎 你可是連絕爛大美 就幾個男人啊 先不說我是不是農村人 就算我是農村人又走了 農村人惹你們了 你們腸底人是有多高人的嗎 這麼看不起農村人 哼 狗急了還真會告急啊 我告訴你 今兒這一桌菜 沒有十萬塊 你一個鄉下來的 這輩子都沒有吃過這種高檔菜吧 像鮑魚海鮮這樣的山群海味 他一個農村的 整天只知道 鵝跑養豬免垃圾 你說吃過了 恐怕都沒聽說過吧 不就是海鮮暴鮑魚嗎 我早就吃虐 有什麼值得炫耀 今天要不是看賣我老公的面子 我早就收拾了 收拾我 就憑你 糟了 不是我說你 你在高家窝囊也就算了 難不成在你農村老婆面前也這麼窝囊嗎 你少說呀 有什麼事衝我來 別打到老公面前的陰陽怪妾 對付一個高家 我用不著陰陽怪妾 我老婆 可是江城李家的大小姐 這個傻子 該不會連江城李家都沒有聽說過了 李江 可是來江城 壞的牙子啊 是來江城 有頭臉的大壞人家的 怎麼這樣 這個傻子為什麼壞 這個農村來的垃圾 你怎麼說什麼呀 這江城 什麼時候連個二人大母子都在樓梯小巴 你小子老婆 快給冰哥道歉 到了 你小子你老婆會辦事 這樣 讓你老婆跪下 給我喝十杯口頭 這事兒 你就不敬 冰哥 你這不是故意為難我們嗎 為難 我今天可是看在老同學一場的份兒上 才一忍再忍啊 搞 今天你這個傻子老婆當著這麼多人的面 讓我下來台 我把話料到他 你可不會想給我客套道歉的話 為甚麼 高家破產 可我這麼多了 高家破產 愛 你 沒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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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地豪酒店可能不像你這份大夫 信不信我一通電話 買電話 畢哥 我沒聽錯吧 這傻子 又要把你從地豪酒店 開始阻為棒棒棒 就你一個傻子還敢開除我 下輩子 我告訴你 今天不給我跪地道歉 三天之內我讓他家破產 這個 出校不懂事 都是同學 我帶他向你道歉 你想聽老子道歉 你不說面對他問你不用 這事我一直記著 一天 你的心照一起算 浪費 這衣服扒 哈哈 好啊 扒衣服這是 我對現場啊 你想奧歉 你給我去掛你的衣服 路爬村遞好幾天 我就放過你的一馬 高斌 事情一馬歸一馬 做人不能太缺德啊 畢哥 吵什麼吵 不是你自己所有的道歉嗎 怎麼 還想反悔不吵啊 哦 道歉有誠意 就是啊 糟了 不就是脫幾件衣服嗎 你這個是你的面子重要 還是你高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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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我得說一遍 放下我了 否則 別把我心肯手辣 哟 怎麼跟心肯手辣 還有什麼聽到說 是不是又要叫人來演戲啊 什麼代價 一分鐘之內 一分鐘之內 立馬開球新上的項目 高兵 好的風格 我馬上開球高兵 呦 你這戲演的像模像樣啊 我最後再給你幾個 放開我老婆 一定會讓你出事代價 哼 什麼代價 一分鐘之內 幫我開什麼地豪酒店啊 開什麼玩笑 我可是地豪酒店高新聘請來的高管 怎麼可能開出我 哎 你們幹什麼 放開我咱們都是老同學 你們實在太過分了 老公 你們放開我老公 夫人 我一定會讓你不後悔的 民主教 這農村來的傻子 野蝦嗎 你不看看在座的同學都是什麼身份 這是你能胡鬧的地方嗎 不要 你們別後悔 後悔什麼呀 我問字典禮可沒有後悔兩個字 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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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除的好啊 我在地豪项目部干他们几年 才会到主管的位置 地豪副作之前可是一直很赏手 准备提携我做项目经理的 却被这个高斌劫胡了 报应啊 高斌 你可在哪个大人物了 怎么就管你偏熟了呢 你说别人在评论几个呀 就是啊高斌 到底是哪个大人物 该不会 吃完万宝堂的鹿晚霞 不可能吃万宝堂的鹿晚霞 要真是鹿晚霞的话 怎么可能只开除 不开除唐飞啊 高斌 你都被开除了 叫我免得不大好吧 怎么了 应该唐飞是唐霞吧 我说唐飞 脑子进嘴了吧 你不过就是个酒店 相互主管 怎么可能是 相互主经理呢 来举业副总 可是一直很看和我呀 你要不是长老子你那个老婆 你怎么都算相互主经理啊 现在 你都被开除了 相互主经理肯定是我的 老婆 你怎么还不说 老婆 你看我这些手 我就挺舒服的 这么舒服的 这样的形式 不要也罢了 不是唐飞 你们是不是人啊 我老婆拿一张好兄弟 我这台北开除 你就招就弄你下车 什么好兄弟不好兄弟的 这样的场面话 你也好意思说呀 你行的时候 我拿你当兄弟 你现在落魄了 在我眼里 慢慢过去过去 告诉你唐飞 还有老婆呢 老婆呢 还真真真真摔 什么 你怎么这么说 你怎么这么说 好 封住 我马上就让你加破产 你别害怕吗 他这种大人物 小心 别在那里面 你 我告诉你 打开 我可就有整的事 你打开 一定是苏总搞错了 我现在就去找苏总理论 你认识什么呀 苏总 可得谈定好举言的总谈 开除你 开除理由啊 我告诉你 狂费 你情态政 信不信我找我弄死你 张口闭口都是你老婆 哥哥 你他妈的这是吃晚饭吃饭 没有你老婆 你干个屁啊 吃晚饭的 你不也是个复活男吗 高兵他嘲笑我 你会怎么办 接着就给我老婆打电话 告诉我们唐家 喂老婆 庞飞你也记得了 庞飞他们 唐家村不是老先生吗 才见费车里扣了 高兵 你个混蛋 到底在外面得罪了谁呀 害得我们李家都破产了 什么破产 李家怎么会破产 不是老婆你别哭呀 我没得这什么大容我呀 喂老婆喂 不要哭 李家也破产了呀 哼 真是天助我也呀 你爸到底都对哪个大人用了 你别连我们这些同学啊 老师交代是不是你搞的呗 飞哥 你冷静点 这事和村下没有关系 吴老师交代是不是你故意找人搞我 我高兵准说也是个有偷偷脸的人 他妈怎么会被你这个农村人的娘儿 戏耍到真心了 气息我今晚找你个人要玩死你 你们还真是不知悔改 李家你别接受啊 出家失火了 怎么可能让一个二流家族随机变成就能破产呢 我这也是 他就是个农村复杰 他烂的大堂 那这种实力 高兵 你赶紧走吧 别在这发疯了 别连着我们的老同学 就是啊 高兵 你赶紧滚吧 我们高家可不想喝茶 抗费 凶死你高的鬼 你他妈的心病啊 好的 那怎么用你干嘛 哼 不过吗 高兵 今天钱的所有费用 你可别忘记买单啊 你买单 你哥还真会落井架石啊 你这样的同学不要你爸 谁是同学啊 还真是我的眼看贴心啊 都得那个大人物 还敢给我撑腰到地 赶紧买单 买单 你们都被开除了 家一破产 我怎么拿有什么钱啊 高兵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说给你拖牛 都用势力 怎么 现在要是把他干了 你 真行啊 行啊 你不是要买单吗 让高兵这傻子老婆买单 怎么又让初夏买单呢 你老婆不是爱装吗 我现在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一次性装个够 今天这顿就让这个傻子买单吗 你的圣职业让我买单 对吗 没钱还敢来地豪酒店蹭吃众喝吗 买单吗 当然没问题 不过你们七个 刚刚欺负老公的账 我可不记住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 给我老公赵不见 这个就当我做 阿贵 听到没有 这个傻子 让我们给他道歉呢 你不打算 好好修理修理他一顿吗 你个傻子 来地豪酒店白吃白喝 还想让我给你道歉 找死啊 阿贵 你干什么呢 初夏说的没错 我们是来参加生殖宴的 哪有让客人买单的道理啊 你还说呢 来参加生殖宴哪有两手空空来的 大家可都送了礼物了 就你们两个没有送 就是要糟了 这我可就要说两句了 你俩就是改明白 这是生殖宴的机会 好来吃大龙胎了 你们怎么说话这么难听 周五十二点才生殖宴 你十一点半不知道我 我哪有时间准备礼物呀 你不就是要礼物吗 我回头不给你就知道 你什么不玩什么马后报 我怎么都不开除了 那准备什么礼物 我 今天 你这个傻的老婆 不买的也行啊 这可娘的人 长得不错呀 这样吧 两个晚上 今天正式饭 我请了 你让我去 对呀 怎么了 想爬上我床的缘故多的是 你还不乐意啊 特戏两个晚上 真的发现我父 不不然今天就让你开第好酒店 你不过就是一个项目不小巧的主管 还想选规则公司女员工 什么玩意 天哪个主管啊 第好酒店的主管年薪有几百万 就你那个窝囊贝老公 当家区区一个养子 年薪也一万块 你凭什么调不起啊 肥子 高斌 现在被开除了 地豪商务经理位置 肯定是我的 以后地豪的员工 我想谢谢 那不是 你话呢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不是也想和高斌一样 你会准备开除啊 怎么 你一个农村男的傻子啊 你想开除我 哎呦喂呦 我好怕怕呀 草飞 你怎么跟这个臭娘们废头话 赶紧上去买单 行吧 要么 现在约上马上 欧老师去买单 要么 跟我睡两个晚上 今天吃吃饭 就到我的生殖宴 我请客 啊 这个 那小季就提前恭喜你 成为第好集团的项目经理了 以后 还有一尊雅道飞哥 来 帮助小季 瞧瞧你这德性 这个 这我给你们说 以后废话都拿了 你跑到提前接行去啊 啊 大胆 都干不送我了吗 有点点 这是我追着啊 这个我追着的生殖的顶目 你都对你好几天开除了 你还要理我 你捆点手 你怎么这么失礼呢 行李 大好事了 对我中华城男的 肯定少许也想到这好事啊 谢谢 老公 你看到没有 你这些个同学啊 就是一个一个现实 你胡说什么呢 但我是本人 那你干嘛 赶紧买单 我买单也行 那你老婆 离我第两个晚上 你胡说什么呢 你胡说什么呢 出现可是我老婆 怎么能为了一顿饭钱 让我老婆陪你睡觉呢 我 这是坏越来越过分了 我管那谁的老婆 今天你们又是不买单 你老婆 我睡觉了 哼 不就是买单吗 今天这顿饭 我请大家吃了 哎呀 我这卡 好像辣公司了 这手机也没电了 这 你们在这等我 我马上回去拿钱 哼 黑端啊 就你个恋恋恋子 还得能够几个钱 今天这顿饭 七八十八的 不就是十万吗 我说过了 买单没问题 看看我老公的面子上 我请 但是 你们金钱 必须给我老公道歉 我说你个农村来的野鸡 装什么装 再不付钱 信不信我连女人都打 别摸摸皮了 咱这家大人物 可马上就要来就练了 说个令 等一下副总 就要宣布 我做项目经理了 我给你招待大公主呢 你还想当项目经理 我让你连主管夫做不成 没本事 就别吹牛了 如果你真有本事 让公主 把我输职 我今天 跪下来给你可以买个小头 那你最好记住 你说的每一句话 公主 你有什么吩咐 一分钟之内 开除唐飞 唐飞是我们酒店的员工吗 项目不足 唐飞 好的 凤主 我马上安排 高朗 高朗 你这个不太太老头 还真是让我大开演技 龙虎的垃圾 还都那天窗啊 这么喜欢演戏 龙虎娱乐圈啊 不是一分钟之内 要开除我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哦 如果一分钟之内 地豪没有开除我 看看 从我身旅 从我身旅 哈哈哈哈 听见没有靠浪啊 一分钟之内 要是没开除我飞哥 你就从这 钻过去 哈哈哈哈 嗯 你们别接人太甚 老婆 没担心 你就等着看你下辈道歉了 还想我客头道歉 下辈道歉了 多了啊 看好了啊 一分钟 可就要到啊 你可要多好准备哦 五 四 三 二 苏总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 该不是 要给我生死了吧 妈 喂 苏总 苏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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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 可不是因为 生死了谁啊 唐飞 我郑重宣布 已被地豪酒店 开除了 从今以后 在江城 任何酒店 都不再 拼用你了 什么 我 我被开除了 苏总 你不会是搞错了吧 我真的没错什么呀 怎么就把我开除了呢 你 得罪了什么人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命你三分钟之内 滚出地豪 否则 别怪我不讲轻面 不不 喂 不要打 你现在可是非地豪酒店开除了呀 赶紧跪下 给我老红喝多道歉 刚刚打赌 你可说了 要喝一百个声 现在老老必须喝下道歉 一个也不去 一百个 太多了 十个就算 我老红说什么就是 那就五十个 赶紧跪 别浪费 你 哼 你是搞错了 我做的好好的 前两天 他也给我烧身之加薪 不过天上都开服我 我超过 你还说你不是好远的 好远的 定好几遍 可上我的地方 敢这样的跟我说话 信不信 我把你丢出去 你敢动一下你试试 我他妈就说不对劲吧 这农村来的野鸡 还怎么挺能装神弄鬼 我老婆李家可是江城的二楼家族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包产 肯定是这傻子糊涂嘛 对 就是这农村来的傻子了 不得我们 高老 我把你当做同学了 你说带你傻子媳妇来抓住我们 靠今天 他把你洗个衣服 阿贝 你还干什么呀 大神宝宝之下 你们给我找点道理 可是傻子叫什么道理 你非他妈你叫我叫你这个傻子不行 敢忽怒我 这就是带来 你们要干什么 今天要是感动 信不信 我把你们全部赶出僵策 赶出僵策 好大口气 现在你罢了你的衣服 到底出什么玩死 叫我 哎四伯 你怎么来了呀 混蛋 你好大的胆子 知道站在你面前是谁吗 连风主你也敢 孙总 是谁不重要 但是你这个唐飞 口出狂言 一个小小的酒店主管 还敢浅回阁底下的员工 我们递好酒店 不需要这种低伏体员 什么 一个主管 还敢浅回责女员工 简直是清澈你 哎 把这个垃圾给我带出去 是好好的撤回你 哎 孙总 孙总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不要敢了 做吧 苏苏我真是苏苏我真是苏苏 我真是苏苏我真是苏苏 我没有潜惠这女员工 求您别开除我呀 求您不要开除我 出下小姐出下小姐 刚是我幼苑不是泰山 不知道您真是大人物 我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 你刚才不是很神气吗 要挖我衣服 还要找几个流氓玩我吗 我妈 现在知道怕我 哎呦 刚才都是唐飞的王八蛋 他逼我这么干的 他告诉老婆我们可是好兄弟 你快求求你老婆 替我求求你老婆 替我求求你老婆 放过我吧 说一下 要不这事 还算吗 你会比他老婆 我破产还够惨的 对对对对 算了 刚才这人要我杨威 又搬你衣服 还逼我道歉 还会协要让高家破产 他那会不会被人的罪业 你忘记了吗 出下小姐啊 都是唐飞那个我 把他逼我这么干的呀 逼你去做 怎么 杭菲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那个 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一个都不能放 特别是你 高 高老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苏总 其他人好好教训 这个高帝 直接赶出江城 是 高老 读书的时候 我们可是好兄弟呀 你这次一定要救我 我可不能被赶出江城呀 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你闹够了没有 你闹够了没有 高明再怎么说也是吧 我谁呀 老婆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初夏 面子不面子的 我根本不在 行了 今天这顿饭 我也算是见识到了 人群被人欺 我会 好好工作 努力转型 会在那里 你对我真好 我什么都听你的 小姐 这本人有危险 以后我相见 咱们 明天 何况 大人是同学 我也不行到 高峰 我听你了 对 说你再来一遍 我我错了 我错了 那个 我自己来看 他是不是一遍 其他的 我什么遍都知道呀 我也错了 对不起 我说大人 你们今天给我记住了 是我老公宅心人后 不仅不缺迟了 我今天才会放你 干净滚 谢谢谢谢 我马上回 马上回 光主 我在豪华高间 他们一个人认识了 好几个好菜 您 食物 快喝 不用了 我老公啊 吃不乱酒店吃啥菜 我要回家 亲密给我老公 丑下 那个地好酒店的老板 为什么叫你封住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 丑下 你不要骗我 我当初救你的时候 你失忆了 你现在 是不是记起什么来了 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 老公 当初我失忆 他们都说我是傻子 只有你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娶我 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 做一个 称职的嫌尼住 你到底是谁 那个陆总管 还有那个什么苏总 你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之前救过陆管家 一命啊 他一直很感激我 才会卖我一个人情的 你没有骗我 你是我老公呀 我怎么可能会骗你 你一定饿坏了吧 回家我做饭给你吃 好 什么 高朗老婆要把你赶出江城 我肯定说高朗老婆是个傻子 一个傻子竟然这么口出黄言 那把你赶出江城 是啊表姐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呀 我老婆李嘉 都被高朗他老婆搞不惨了 岂有此理 他妈的 他妈的 你怎么瞎了会不会开车 这车可全球限量款 你怎么赔得起吗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擦 这不是高朗吗 我这可是豪车 价值几百万 你们怎么开的车 赔钱 这 这车要几百万 表姐 他就是高朗 他就是高朗 找他还不算了 那这个女的 就是你刚刚说 要把你赶出江城的那个傻子 姐 就是这个农村野鸡 就是他戏弄我 把我赶出地毫不说 还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我老婆李嘉 也被他搞破产了呢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呀 表姐你放心 今天啊 姐一定听一套个说法 弄着干嘛 撞了我的车 难道一去对不起就完事了 五百万 赶紧赔钱 一分也不能少 五百万 你还真是吃得大开口啊 我这吃可是限量化 有钱都买不到 这你赔个五百万 他便宜你了 别废话 赶紧赔钱 五百万 一分也不能少 不然的话 我可要报警了 限量版 就你这车 还自出是限量版 你就是想讹人吧 他骂了一个臭娘们 竟然说我表姐讹钱 我表姐 可是万宝堂旗下 所有酒店的供应商 你算了什么东西 今天不赔钱的话 我告诉你 跟你没完 万宝堂旗下的供应商 很厉害吗 口气倒是不小 你个农村来的傻子 恐怕万宝堂 他没有听说过吧 对了姐 这个女的既然有能力 让我老婆离家破产 肯定应该有点说话 你小心点 怕什么 我们唐家 在江城可是大户人渣 弄死高家 就像踩死一只龙翼 一样简单 我会怕一个 农村来的眼睛 你这女人说话 怎么那么难听 我老婆就算是农村来的 你也没必要这样挖苦吧 行啊 我不挖苦了 那你倒是赔钱呀 五百万 少一分 真当我们不识货呢 一辆一百万都不到的车 让我们赔五百万 哪有这样的道理 那精神损失费 不打算赔吧 少废话 五百万 少一分都不行 就是 我表姐丈夫 刚过世 才过了偷切 这段时间伤心欲绝 你怎么就开车撞我姐 我姐惊吓过度 万一脑子坏了怎么办 精神损失费 车费一块赔 你们这 老公 别理他们 刚刚可是你们开车在前面乱话 就变换车道也不打转向灯 是你们不遵守交通规则 就算是报警 咱也有理 你说谁不遵守交通规则呢 把我吃装了 你们倒有利了不成 我可警告你 今天要是不赔钱 我马上让高架破产 我告诉你 我表姐在江城 人称铁娘子 惹了她 不会有好果子吃 我告诉你 你们要是不赔钱的话 我表姐 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高斌 你这人还真是缺德呀 亏我刚才还念那同学一场 替你求情 你这转头就不认人了 你能不能少往自己两上贴近 高啊 刚才我他妈那是迫不得已 现在 我有我表姐罩 你他妈真当我怕你不差 迫不得已 高斌 你还真是长了伤疤忘了疼了 刚才求饶的滋味 你是不是还想再体验一遍 你真以为找几个演员来演戏 你就真是大人物 我刚才可是亲自打电话 跟高家的人求证过 你妈就是一吐帽子 敢戏弄我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高斌 你现在是怎么这样 我刚才可是 你他妈少他妈给我提 刚才 刚才在包厢里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这辈子人生耻辱 我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今天要是拿不出五百万休想活着离开 真是一出考戏啊 刚才在包厢里求饶 跟我老公称修道地 这才过去多久啊 就想搁我老公钱 怎么 撞坏我的车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打发叫花子呢 今天要是不赔钱 我可忘记了 忘记了 别了吧 这种事咱们可以私了啊 私了 那你倒是赔钱啊 在这握里巴说干什么了 就是啊 赶紧赔钱 五百万 一分也不能少 等会儿我还要去参加个partner呢 活动工作在这边你能胡闹 这 我看这车也就蹭破点皮 这五百万值得太多了呀 再说了 你这车也不是什么限量款吗 废什么话 五百万是不是钱太少了啊 那就一千万 今天要是不拿出一千万来 好了 我表姐的实力 你可不是不知道啊 分分钟让你家破产 这 这怎么还涨价了呢 高斌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杭夫人 你看这车 咱摸着良心说 确实不是什么限量款吗 先不说修理费了 咱就是说 这车全款我买下来 撑死了也就四五十万吧 怎么 精神损失费不打算赔场了 我老公可是出车货去世呢 这万一在我心里留下个什么阴影 那可怎么办 还有这回事啊 对不起啊 唐夫人 我们实在不是故意的 只不过这五百万一千万的 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多了呀 真的打算赔钱 赔 这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 老公 你说什么呢 这钱我一分都不会赔 明明是他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 怎么还赖上我们了 陈下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做错事就要负责呀 今天这件事情我高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小子还挺快来事呀 这样吧 只要你耽误我 三天之内和你这个能老婆离婚 然后和我结婚 我一生前都不让你 什么 和我老婆离婚和你结婚 唐夫人 你还真是急不可耐呀 你老公可刚过头期 怎么 就这么着急找男人啊 你 干嘛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表姐家可是江城大伙人家 敢挑衅我表姐 一个农村土豹子 你是不是活得不太烦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哪有老公刚去世 刚过头期 就急着嫁人的道理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我老公离婚的 想让我老公娶你表姐 你弄磨 干嘛 我姐看得上高朗这种窝囊费 那是看得起她 高朗不过是一高家的养子 能娶得上我姐 那是她高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今天这话我就料着 要么高朗 你跟你这个农村老公离婚 娶我 要么 老老实实给我命天外 钱我是一分都不会给你们 我也绝对不可能跟我老公离婚 你们不是想报警吗 那就报警啊 这附近可都是监控 到时候一查监控 就真相大办 臭朋友你找死是不是 到底嚣张什么呀 嚣张什么你个农村土豹子 我告诉你 这附近流氓可多了 你再敢跟我多说一句废话 信不信我叫几个流氓过来 霸了你的衣服 好准备你 高斌 你就说了事实话吗 老公 用不着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有些狗 你对他再好 他还是会咬你一口 你什么说谁是笔啊 你不就是狗吗 高斌 我告诉你 我既然能让地豪酒店开除你 我就一定有本事把你赶出江城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滚 还来得及 初夏 你少说两句吧 唐夫人 我们有话好好说 没必要动手吧 行了表弟 弄这种农村野鸡 我都先放 赶紧放他 高朗 我给你几分钟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只要和我唐敏丽结婚 我们唐家的财产 跟你一半 这不比你在高家 当个杨子强吧 是啊高朗 我表姐呀 可是大婚人家 我那表姐夫死了 可是给我姐 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只要你跟了我姐 我姐就能保证 你这辈子吃香喝辣 你 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怎么 我还比不上你这土包子老婆 我有房有车 又有钱 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的钱可都是你的 你小子走了 什么狗屎运啊 居然被我姐看上了 还不赶紧答应我姐 高朗 赶紧给你老婆离婚 娶我吧 我有的是钱 有几个说钱了不起啊 我老公是不会娶你的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马上滚 否则 别怪我心狠手烂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别敢威胁我们 我告诉你 我姐能看上高朗这个窝纳费 那是他祖上积德 这小子 娶也得娶 不娶也得娶 你 行 臭娘们 你活腻了 告诉你们 要么赔钱 要么赶紧让他跟你离婚 娶我姐 够了 高斌 我已经结婚了 这辈子都不会离婚 其他的事情好说 离婚娶你表姐 这是免谈 老公 庞夫人 初夏说的对 要不是你们违反交通规则 我也不至于追问 高朗 我要钱有钱 要身材有身材 我哪点比不上你这个农村傻子老婆啊 就是啊高朗 我姐姐这么有钱 你娶了她少分都二十年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我老公才不会娶你表姐 因为她就不是爱慕虚荣的男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行 不取我姐是吧 那就一千万 少一分都不行 高朗 你在高架也就是个养子 我姐在高架也没什么定位 娶了她傻子 全家都看你是笑话吧 你要是娶了我呀 老婆你在高架 不怎么光光的 高朗 做男人嘛 左右活的不就是面子吗 我表姐丈夫四千 可是给她留了一大笔遗产 我姐现在又没有孩子 娶了她 那些钱 以后不都是你的 钱钱钱 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一样 掉进钱堆里了 老公 我们走 别在这跟他们扯屁 浪费时间 站住 没有我表姐允许 谁都不许走 高朗 我看上的男人 还没有一个能逃出我手掌心的 实相点 赶紧跟他离婚 娶我 不然的话 我有的是手段让你高假破产 老夫人 老夫人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你老公刚过头期 你就要嫁人 你这 你这说出去 名声也不好听啊 你小子说什么鬼话呢 高朗 赶紧娶了我姐 要么赔钱 要么娶我姐 否则的话 让你高家破产 高斌 你害得你老婆里家破产 还不知悔改 还要你表姐也跟着一起破产吗 好大的口气啊 农村来的土鸡 也不打镜子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 还大言不残的 让我们堂家破产 命中下 我老婆里家破产 那是她自己经营不善导致 你还真以为 你自己一通电话就能让她家破产 真把自己当疯主了 啊 分明是你运气好而已 你还真是不知死活 农村来的贱惑 连给我提起的字个都没有 还敢威胁我 还让我们堂家破产 不死了 你敢打我 唐夫人 初夏是我老婆 你有什么冲我来 高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 跟你这个农村土豹的老婆离婚 娶我 要么 赔我一千万 否则的话 我现在立马就让你们高家 从江城消失 唐夫人 你别欺人太甚 欺负你怎么了 高朗 你说你是不是眼瞎 我表姐条件这么好 你都看不上 偏偏看得上这个傻子 初夏不是傻子 高宾 我告诉你 欺负我可以 但是你要再敢欺负我老婆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哎呦 高朗 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 嗯 我现在 我现在可是由我表姐替我撑腰呢 我真怕你这个高家的养子吗 高朗 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 那就薪酬就上一起算 你傻子老婆 害得我表弟对我工作 现在 你们又撞了我的车 你们高家 就等着破产吧 唐夫人 喂 老公 别怕 唐夫人 本来看在你丈夫刚过头期的份上 我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但是你咄咄逼人在先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你不是想破产吗 我现在就让你们唐家破产 现在能送来的此举 都这么狡猛吗 表弟 你听到他刚才说什么了吗 听到了 表姐 这傻子说要让你唐家破产呢 高朗 你老婆怎么这么喜欢开玩笑 我们唐家可经济势力雄厚 万宝堂都罩着我们唐家呢 你今天要是能让我们唐家破产 下个位子 我给你当牛做马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我倒要看看 能玩出什么花样 姐 这女的可就喜欢演戏呢 等会说不准呢 又叫几个混混 来演戏混读咱们呢 出销 你真的能让唐家破产 我看还是算了 老公 这口乐器 我们必须处 人的忍耐可都是有限度的 有些人不值得你 你干什么 臭朋友 你该不会还真想叫几个混混来 糊涂我们吗 我都没有 还想让我们唐家破产 开什么玩笑呢 我现在就叫人收拾你们高甲 你们一家人啊 等着滚出江城吧 喂 龙哥 高甲有个婆娘媳妇在这羞辱我 你赶紧派几个人来收拾一顿高甲 谢家这种三流的小家族 也敢欺负我美丽 找不死啊 我只能让谢家破产 谢谢龙哥 对了龙哥 晚上我请你吃饭 你别忘了抓几个人过来 收拾一页他们高甲 好 挂了 姐 你跟江北的恶霸龙哥都有交情啊 龙哥可是我的追求者 是吗 表姐 有龙哥出马 你高甲 这次死定了 这龙哥什么呢 既然是你的追求者 那你干嘛还要让我老公娶你 我姐的事 你别管 总之这次 高甲死定了 这 江北大名鼎鼎的恶霸龙哥 初夏 你先走完 这里我来处理 老公 你管他什么龙哥王哥的 我都不怕 哈哈 美丽宝贝 我来了 哎呀龙哥 你怎么亲自来了呢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臭婆娘 敢欺负我家美丽宝贝啊 龙哥 你可要替个头说法 龙哥 救他 李初夏 撞了我表姐的车 不赔钱就算了 还口出狂言 要让我姐家破产呢 什么玩意儿 就这么一个臭婆娘 还敢放喊话 让我的美丽宝贝破产 真是活腻了 龙哥 你可要替我做主呀 干嘛的 撞了我美丽宝贝的车 不想赔钱是吗 深圳 深圳不怕影不邪 是他违反交通规则在先 如果不服 你可以报警 小娘们 知道老子是谁吗 敢这么嚣张 李初夏 我们龙哥 可是江北万龙地产的大少爷 注意 说话 分寸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地产公司吗 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 一个农村土豹子 该不会连万龙地产都没有听说过吧 万宝堂投资的江北万龙地产 江北商场全都是我龙哥的地盘 龙哥 这婆娘连你都不放在眼里 你可一定要好收拾收拾他 来人 把他那个破车给我砸了 这有事好好说 你们砸伤干嘛呀 这是犯法呀 这 我看你他妈是活腻了 我劝你马上放手 否则我管你是什么大少爷 也就赶出江城 赶出江城 就凭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要让我的小弟 扒你的衣服当着你老公的面 现场玩死你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让你后悔一辈 他奶奶的 还敢威胁我扒着这条的衣服 表弟啊 他愣着干嘛 赶紧把这衣服扒了 好嘞高斌 我警告你 你敢动一下 我跟你拼命 你都自身难保了 你还跟谁拼命 你 高斌 你放开我 我警告你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费了你的手 一会要把我赶出江城 一会要废了我的手 我好怕呀 表弟 跟他废什么话 赶紧把他衣服扒了 一会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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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 你放手 大公 他给我们换好汤 春夏小姐也敢动手 我看你们是找死 陆管家 陆管家 你们怎么来了 我没事 你谁敢坏我好事 是不是活你了 大胆 敢动我们外婆 陆管家 你找死 什么陆管家 我没听说过 是不是你个土豹 又找人来演戏 混账东西 连大明灵灵灵的万宝堂 陆管家你都不认识 干嘛回家 什么 他真的是陆管家 表弟啊 你怎么连陆管家都不认识 赶紧下回道歉 陆管家 我表弟啊 刚从国外回来不懂事 你呀 多担待一下啊 我 陆管家陆管家我错了 是我眼瞎 我永远不是泰山 放了我吧 主角 你没事吧 老公我没事 我妈打电话给我看 老公 你这么些天没回家 妈肯定是担心你了 你去接电话吧 这里交给我 你不用担心 好 风主 收拾这些人 这这陆管家 我听美丽说 他 不过是农村来的村姑啊 怎么可能是风主 你是不是弄错了 对对对啊 陆管家 这四丫头 怎么可能是北京风主呢 怎么可能是世界顶级 企业万宝堂的富战人呢 他 他怎么可能是风主啊 我看你的万龙集团是时候换主了 管家 我真不知道林初夏小姐就是风主啊 风主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 风主 我真不是故意的 那千万我不用了 你就饶了我吧 你待着不及时而过 我 不 怎么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知道害怕了呀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砸了我老公的车 还搬我的衣服 让高家破产 还逼我老公跟我离婚 陆管家 带下去 好好教训一顿 还有这个唐美丽 和这个叫龙哥的 所有的资产 全部拿去做慈善 送去工地搬砖吧 哼 岂有此理 竟然如此心狠手 风主 我这就叫人 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送去工地搬砖 至于这个高宾 不是瞧不起农吞人吗 那就送去非洲打工吧 让他好好体验铁 穷苦生活的滋味 好 我这就安排 风主 我知道错了 千万别让我去工地搬砖呢 风主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一个女人 怎么能去工地搬砖呢 我搬不动呀 什么 风主 风主你放过我吧 我不要去非洲打工啊 风主 求求你饶了我吧 带你去 风主 咱们万宝堂在江北举办了车展 邀请了各界精英前来 不知道您能不能安排时间出席啊 车展 正好 他们把我老公的车给搭坏了 趁这个机会 替我老公挑一辆新车 送给我老公 那 你先走吧 我带我老公去参加车展就行 好的 风主 这是车展的贵宾邀请函 请您收好 老公 我们的车坏了 要不我们去买辆新的吧 附下 我们手里的钱都拿一投资做项目了 咱们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 哪有钱买新车呀 哎呀 钱都是小事 你都快过生日了 买辆新车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了 附下 我们不是去买新车吗 来车展干嘛呀 这里的车可不便宜啊 老公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怎么能随便呢 你看着哪辆车呀 你就告诉我 我给你买 还不够 呀 这不是我钱里有林书夏吗 这么巧啊 哎呀 穿着拉里拉遢的女人 该不会是你前面要发 就是她 哎呀 这一身的地摊货 还来参加车展啊 老子进水了吧 哈哈哈哈 林书夏 今天可是万宝商会举办的车展 邀请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上流社会的人 你穿这车来参加车展 为什么要请来 当链接工的吧 我来这当然是来买车的呀 我去买车林书夏 你在我面前还吹什么牛啊 看你这是打扮 不会是请来的临时工吧 真是不要脸呀 亲爱的 你以前什么品位 看上这种货色 谁没在年轻的时候 解瞎 遇到我这个陈女人 王鹏 我今天来可就是来买车的 你用不着在这里挖苦粉丝 还有 当初读书的时候 是你追求的我 我可没答应就读 你的土不拉筋的土不怪 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的黄脸婆的样子 我男朋友怎么可能会看上你 这位小姐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初夏又没招你惹你 干嘛说话这么难听 你谁呀你 什么时候能带你教训我的呀 嘿 林书夏 这男的不会是男朋友吧 他才不是我男朋友 高郎可是我老公 哟 一声不吭就结婚了 看着打扮 该不会是卖保险了吧 你 我老公才不是什么卖保险 王鹏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的 就算是卖保险了 那也是靠努力赚的钱 轮不到哪在这说三道 哟 要林书夏 你不会是新军了吧 你老公不会真是买保险的吧 哈哈 林书夏 我得感谢你 没有做我的女朋友 不然啊 我遇不到小美这么好的人 我不是看不起上门女婿 我不是看不起上门女婿 我是看不起你 车下 算了少说两句 王鹏 我懒得跟你吹 你看你的车展 我买我的车 咱俩互不相干 你也别给我搞饿 老公 我们走 老公 你喜欢这辆车呀 没有 车下 我就看看 咱们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可能 买得起这种豪车呀 喜欢就买啊 老公 我们不差些 别闹了 我现在的公司刚有点起色 哪有那么多钱呀 我总不能贷款去买车吧 要是让家的人知道了 只不准 又要说咱俩了 可是我们的车都坏了 难道你不想换辆新的呀 那个车拿店里修修 花不了多少钱 咱们今天就先别乱花钱了 等到几个项目竣工了 我一定给你买个新城 老公 可是你马上就过生日了 我就想买辆新手送费 而且日子 是咱们两个一起过的 别人议论什么 那就让别人议论去 管这么多干什么 是啊 我实在 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你卡里的钱 是不是贷款的 出下 我高了 怎么可能让老婆给我贷款买车呢 听话啊 回头把那钱还给银行 老公 你没有贷款 这钱就是我自己的 你不是喜欢这辆车吗 我现在就给你买下来 这车我全款买下来 热车价值可是一千万 你有千万 可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他老公是个卖保险的 怎么可能买得起车 就是啊 郭经理啊 就他这身打扮 还能买得起这车 你问 算了 咱们哪有什么钱呀 这一千万 给我高价好几年的开销了 别闹了 哈哈哈哈 雷师傑 你这买保险的网络公司了没钱了 赶紧走吧 别在这就是现眼了 我怎么就没钱了 不就是一千万吗 这车我今天买定 郭经理啊 这车我不要了 小美 这车是不是买来要送给我呀 是啊 下个月我们俩就要订婚了 这车 就送给你当订婚礼礼 顾经理啊 听到没有 这车我们要了 赶紧给我办手去 哎 好的好的 二位这边请站住 这车是我先看上的 凡事都应该遵循一个先来后到的道理 什么先来后到的 我只知道有钱能使得吞没 顾经理啊 这车我全款买下一千两百万 什么一千两百万 哎好好捉据 我马上帮你办理 我出一千五百万 全款买下这辆 初夏 一千五百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老公 不能算 这车明明是我们先开的 他们分明了就是想欺负 有些事 他们可以 但有些气 必须处负 这可是一千五百万 你哪来那么多钱 林初夏 你该不会 被你老公 在酒店里当陪酒小姐 给哪个赌牌主当情宿吧 王鹏 几年过去了 你那点逮毒握出的心 还真是辩比加厉啊 林初夏 你还不受谁怠惯呢 你干什么打我老婆 你算哪该从啊 敢碰我 正大你的狗眼看看 我可是朱家未来的女婿 啊 信不信我废了你 你放开我老公 王鹏 我告诉你 你现在给我道歉 我愿意接受 但你要是败感无理取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可以啊 林初夏 这才几年 就变得这么神奇 要不是我知道 你是工人院出来的垃圾 我还真就信了 工人院长大了 怎么就是垃圾了 你别说话太过分 算了亲爱的 别跟这人吓得来 对话 朱经理 这车我一千五百万全款买下 赶紧搬手续去吧 哎 好好 朱家姐 您这边请 副经理 我出两千万 全款买下这辆车 我没听错吧 你要花两千万买下这辆车 林初夏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要是能买下这辆车 我王鹏 今天给你磕死个掌头 你脑子有病了 我们朱家可是有的事情 你跟我比有钱 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林初夏小姐 愿意出两千万 全款买下这辆车 那这辆车自然 就是林初夏林小姐 文宝 你不是告诉我说 钱里有就是个 农村的穷鬼吗 是哪来的钱 我卡里头只有一百万 我可买不起这房车 亲爱的 放心 那林初夏 还有什么钱 不是小孩吗 儿子他 顾经理 你看他俩 穿梭打扮 像是有钱人 你呀 可别被忽悠了 初夏 我看还是算了吧 老公 不能算 欺负我可以 但是要敢瞧不起你 我一定出了这口窝气 顾经理 我出两千万 今天全款买下这辆车 好的 林初夏姐 你这边请 班长 顾经理 我们出两千五百万 全款买下这辆车 什么 两千五百万 王先生 您说 您要两千五百万 把这辆车给买下来 是啊 我这两千五百万 全款买下这辆车 现在可以带我们去办理口事了吧 可以可以 周一姐 王先生 您这边请 五千万 顾经理 我今天五千万 全款买下这辆车 五千万 林小姐 您是说 你要花五千万 把这辆车给买下来 初夏 你疯了 咱高师一年的手术都没五千万啊 哼 林初夏 你可真能装 五千万要能拿得出来 我倒立吃屎 哼 你口味还均重啊 你 林初夏 你找死啊 你看我这些怎么弄 顾经理 我出八千万 这车我要了 哎好好 王先生 我马上再给你办理手续 我出一亿 全款买下这辆车 我 一亿 你要紧 你这边请 我马上给你办理手续 一亿 你这小见识 脑子让驴踢了吧 你也不颠量颠量自己 跟我这玩什么轻拍啊 顾经理 我出两亿 买下这辆车 好好出去 这边去 我出三亿 全款买下 干嘛 林初夏 你可真行啊 老子从五亿 全款买下这辆车 什么 五亿 这边请 好吧 顾经理 既然这位王先生 这么大事 给万宝贼奉钱 那你就五亿 把这辆车 卖给王先生 老板 五亿 请问是现金 还是算卡 你这下 你怎么不跟了 我花五亿 买了辆车干嘛 我又不是脑子进水 二位 只要付了钱 这车就是你们的了 小美 你赶紧付款吧 这卡里钱不够啊 只有五千块钱 天哪 你是不是把卡拉家里了 我想起来了 我卡放在家里了 顾经理 我出一千万 全款买下这辆车 你这是什么破卡 里面 怕是一百块都没有吧 顾经理 你给你刷卡 别为他骗了 这卡里要是真能刷的 出一千万 这辆车可就归我吧 好的林小姐 这卡里要是能刷出一千万 那这车可就归我吧 然后自然就是归泥了 双脑成功 林小姐这边去 林初夏 你是故意的 你找死 哎 你干什么 又想打人 顾经理 把他们赶出去 没钱还打动脸冲泡 赶紧咕咕咕咕咕 走走走走 林小姐 这车现在贵你了 老公 送给你 谢谢你 车下 我一定努力赚钱 把你买车的贷款还上 我没贷款 老公 你误会了 哎呀 差点忘了 今天是奶奶生日 你真的帮我把天龙酒店定好了吗 老公 你就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那么快走吧 走 我说高朗 这天龙酒店的包厢 你真的定下来了 奶奶可在这呢 你可不要骗大家 不 你们放心吧 包厢我倒的定下来 我们高家人说话 还轮不到你这个脑子被撞坏的春姑插嘴 高朗 奶奶寿宴 你非得把你这傻子媳妇带出来 给大家扫兴干嘛 我 我被高家 可不认一个傻子春姑当媳妇 认不认我无所谓 高朗 你快帮你家人进去 臭小 你真的在这里面订了包厢吗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相信我 今天酒店被包厂了 不对外开放 赶紧走 好 要高朗 你竟敢骗奶奶 酒店都被包厂了 你盯到哪门子包厢啊 就是 没那个能力 非得打腫了脸冲胖子 把大家骗到这来 高朗 你什么意思 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啊 我 奶奶 对不起 我确实 没订到包厢 不是的 我们可以进去的 高朗没有哄悠你们 够了林初夏 我真是和你一样傻才会相信你 今天可是奶奶生日 我这一时半会儿去拿给他爱门酒店啊 我 哎 你们一群人别在这吵了 一会儿包厢酒店的高先生就要来了 可别惊扰了高先生 高先生 我老公就是高先生 老公 是你包个酒店吗 我哪有什么能力包厢酒店呀 不管了 先讨好奶奶要紧 是啊 我就知道高朗靠不住 正好认识天龙酒店的高管 或者俩关系 特意包厢酒店 替奶奶住寿呢 大龙啊 还是你孝宿 在以后高家呀 还得你来当家 嘿嘿 奶奶 都是小事 您开心就好啊 你凭什么认定高先生就是你啊 高朗不也姓高吗 这酒店可是高朗包厢的 高朗刚刚自己都说了 自己根本没订到包厢 林初夏 你想替高朗领功 也不是这么领的吧 就是啊 要不是我老公托关系 天龙酒店 可不是随便都能包的 高朗连个包厢都订不下来 怎么可能包下整个酒店啊 你们爱心不信 高朗还是他们口中说的 包下酒店的高先生 哎 行了行了 懒得跟你这个傻子废话 奶奶 妈 走 咱们进去 走 你们还不可以进去 哎 你什么意思 都说了我老公就是高先生 还不赶紧让我们进去啊 不好意思 我只认黑卡 既然有两位高先生 谁有象征身份的黑卡 谁就是高先生 大龙 赶紧把黑卡拿出来给他看看 奶奶都累了呢 什么黑卡 我哪来的黑卡呀 哎呀 我这黑卡找不到了呀 你确定你有黑卡 看清楚了 黑卡在我这 高朗 你这傻子老婆带来 真是丢人现眼 真不知道你图他什么 初夏 别在这胡闹了 赶紧把东西放起来 高朗 我没有胡闹 我说了 我会帮你安排酒店 就一定会做的 嗨呀 林初夏 你不会以为嫁给了高朗 就无计变凤凰了吧 拿着一张假卡在这里招摇撞骗 我这张卡可是真的 这个酒店 就是我替我老公包下的 我老公 还是高先生 就算是真的 我看呀 知不知道是哪个垃圾堆里 剪出来的 经理呀 你可得好好看看 这张黑卡全球独一无二 不会有假 高先生 高太太 这边请 什么 这黑卡是真的 老公 你丢了黑卡 是不是被他逗走了呀 是啊 你个傻子 连我东西都敢偷 把黑卡给我 胡说八道 这黑卡 本来就是我的 一哈 行 高朗 这我就要说你两句了 你老婆什么德性 你还不知道吗 一个农村来的香巴佬 怎么可能包下天龙酒店 是 高朗 赶紧让他把黑卡还给大龙 初夏 赶紧把黑卡还给大哥 听话 高朗 你别听那么胡说八道 这黑卡 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今天这酒店 也是我为了奶奶 特意包下来的 这么快奶奶都叫上了 你一个乡下的野鸡 以为摊上了高架 就能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娶你的是高朗 我可不同意你嫁进我们高家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包下天龙酒店 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这不要理 我嫁的本来就是高朗 不是你们高家 要是你们 把高朗当什么了 就因为高朗是你们高家的羊 你们就如此压榨欺负他吗 住嘴 高朗 你看看你娶了什么个婆妇 是啊高朗 你们两个刚一领证 这傻子可越来越放肆了 不把咱妈放在眼里就算了 还不把奶奶放在眼里 我说这日后咱们家 是不是你老婆说了算了 哼 高朗 但是你爷爷好心思有用 可不是让你娶一个傻子 进我们高家 我才不是什么傻子 够了 初夏 别胡闹了 赶紧把黑卡还给大哥 就是呀 今天可让奶奶七十大寿 耽误了好时辰 你担负得起责任吗 这本来就是我的黑卡 你 得了吧 我的东西放在你那儿 就成你的了 傻子 把黑卡给我 不就是一块黑卡吗 就当是被狗拿了 不过呀 有些东西不是你的 那就不是你的 敢从我手上抢东西 到时候可别后悔 我后悔什么 怎么 你个傻子还敢威胁我 行了行了大龙 既然黑卡拿过来了 咱们就赶快进去吧 哎好的奶奶 今天啊 你一定要吃好喝好啊 我可是为你包下了整个酒店呢 哈哈哈哈 还是大龙最笑碎 以后啊 包教就交给你了 哈哈哈哈 站在干嘛呀 是不是 走啊 忘了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行了 我不怕 但是你以后 可别再拿大哥的东西了 大家都要把他吃了 哈哈 哈哈 好吧 不 啊 你再坐 你再坐 这可是天皇军品 这种高档酒店 不是吧 你进来又错了 今天的饭菜 二十万一桌呢 你才想坐着跟我们一起吃饭 做梦 你就站在那 给我们 端菜倒煮吧 妈 你这不是为难吃饭吗 我怎么为难吃了 你此一类再为高家蹭吃蹭客 我没有这样的儿媳妇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羽柔来了 来来来来坐在我这儿 奶奶 这是三十年的茅牌 妈让我带过来了 是一点她的心意 哎呀但是羽柔孝心啊 奶奶爸爸也有心了 是啊 羽柔聪明孝水 这才是我心中的好儿媳妇呢 不像某些人 下来的土鸡 还忘了非常之足 做凤凰呢 说呀 你坐在哪里 那啥都做了 羽柔 看大龙外大天龙酒店呢 来咋吃好喝好啊 这天龙酒店 可是江城的顶级酒店 大龙哥好气派啊 我一桌的天龙酒店的厨师啊 可都是 北京丰煮的御用厨师啊 哎呀那我可得也好好尝一尝啊 真是晦气 只要跟这种人吃一样的 你干嘛呀 好多人的鸡肉你倒了干什么 你这不是浪费粮食吗 我说这么一股酸臭味啊 原来乡下来的野鸡坐在我旁边呢 还咋来教训我呀 哈哈 农村来的土包子 我看呢 连鸡肉也没吃过几次 我可是听说天龙酒店的宴席 可都是二十万起呢 他一个土包子能吃得起吗 要不是我们大能放下酒店给奶奶亲生 他呀 这辈子都没机会来这么高端的酒店 你们够了 能不能吵说两句呀 光老 你到现在还要顾着这个野鸡啊 什么野鸡不野鸡的 初夏现在是我老婆 这也没回事 我不承认 乡下来的野鸡 还想高拍我们家 我说过了 我嫁的是高老不是你们高家人 我看过你们是高老亲人的份上 对你们一人代表 但我们都是有底线 我希望你们适可而去 哎呀奶奶 你看这场子像什么样子 还让我们适可而去啊 做我们高家的媳妇 必须是江湖有头有脸的人 在这乡下的土包 不可以借过你高家的门 就是 我心目中的儿媳妇 可是像雨柔这样 谁叫雨柔爸爸呀 可是万宝堂旗下项目公主的包包头呢 一年下来 都有好几百万 你算的什么东西 是啊阿姨 这乡下的土包子 怕谁连万宝堂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谁说我没听说过万宝堂 我不能听说过 万宝堂的人见过我 可都是要下跪的 什么 万宝堂建议都要下跪 你装什么装呀 哥 赶紧带你这傻子往后去 因为检查检查闹是吧 这种话都说不说 这不是给他们高家惹货吗 是啊 快别吹牛了 你这农村来的傻子 知道万宝堂长什么样 万宝堂不就是世界 不想给你别的箱 少说两天 行了行了 赶紧吃饭吧 今天还是奶奶气势大素 可不要因为一个傻子扫兴啊 哎对了妈 我老婆娘家 自己可要拆签了呢 哎呦 小美啊真的吗 这拆签费 估计得好得买卖呢 我让大龙家别乱说了 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不过呀听我妈说 这拆签款 到时候得有四五百万呢 哇老婆 这四五百万呢 咱们你入到多少呀 我第一排公司不差钱 我爸说 准备我课 什么 哎呦喂 小美肥育了 哈哈哈哈 这么大丁的好事 怎么借严想说呀 他不是想听天再给大家宣布吗 哎呦哎呦 人是小美争气呀 这结婚不到半年就回上了 哈哈哈哈 大牛塔 小美要是怀那个儿子 我呀表力你们一千万 太好了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奶奶 我可是王家的独生女 我爸说了 到时候高档入这道我的王家呀 所有的财产 都分给他一半呢 哈哈哈 哎呦 还有这么好事呢 你和小美呀 都是我的好飞席呀 哼 高档可是我丈夫 怎么可能入这道王家 你给我住嘴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就是 我们王家 在江城 可是个二流家居 我能给高档买房买车 能给高档王借一半的财产 你呢 你能给高档什么呀 差一个刚下来的一个包子 能送得起什么呀 我看呀 不过就是鸡丫猪 那些猝什么 金钱可不是衡量爱情的标准 有些东西 何必你说的房车钱重要的多 哟 你这说的什么屁话呀 现在社会这么现实 你没房没车就是个穷鬼 被子让人看不起 有我的 才不会让人看不起够了 月柔啊 别跟这种乡下来的 蛮不讲理的野鸭头说话了 你刚刚不是说 给奶奶准备了惊喜吗 是啊 我差点忘了 奶奶 这是我找人专专从国外 给你带回来的 哈哈哈 哎呀 月柔有心了呀 月柔真孝顺嘛 哎呀 这大金链子 一定很贵吧 嗯 嗯 不错不错 我很喜欢 奶奶 这金链子五十几万了 不过是送给奶奶的 七十大售礼物 再贵也值得 好好好 哎呀真好看 哎呀 真是太好看了 你要是喜欢呀 改名也送你一条 哎呀 月柔真是我的好玩媳妇 老婆 你不是也给奶奶准备礼物了吗 还不快送给奶奶 奶奶 听着你想喝茶 这百年土耳茶呀 专会要好几十万呢 送您的 哎呦老婆 这百年土耳茶可是好茶呀 奶奶肯定喜欢 哈哈哈 喜欢喜欢 小美呀 露心了 你们呀 送的礼物 我都喜欢 这奶奶七十八十 你看看 又是金链子 又是百年好茶 你们呀 可真孝顺呢 不像某些人 在我们高家 赐茶赐喝这么紧 一个白眼拿着似的 一点点事都没力 老婆 你这傻子老婆 你在奶奶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我 奶奶 你知道吗 这是我专门找人给您定制的 翡翠玉牌 哈哈哈 你也有心了 我喜欢你 喂管家 我让你准备了礼物呢 好 我知道 奶奶喜欢就好 哼 到了 米是米 这乡下土包子 是土包子 在我们高家蹭吃蹭喝这么久了 今天 可是奶奶的七十大寿 难道 连份礼物都没准备吗 就是呀 她不是婆婆生生 要嫁你吗 怎么 大家都给奶奶准备礼物 就她们准备 这咋过不过去吧 这 就是 奶奶七十大寿 这么重要的日子 居然不准备礼物 有点太说过去了 可不是吗奶奶 该不会去高档教的吧 谁说我没准备礼物了 哼 土包子准备了什么大礼呀 该不会是 浓森的野菜吧 林可姐 那个礼物 你 该不会是找林氏跑腿 那个地坛破了 奶奶 这是千年人生 知道年七十大寿 特意让人家给人带回来 这什么垃圾呀 千年人生 我没听错吧 哎呀 这什么呀 好臭啊 该不会是人家土包子从乡下 垃圾堆里挖出来 怎么会是垃圾呢 这可是千年人生 比什么大街店的 茶叶跑一百倍的 就你这垃圾呀 看起来都发霉了 怎么能离我的半斤块 咋好呀 就是啊 农村垃圾堆里挖出来的东西 还当宝费呢 赶紧拿走 什么 土包子 我看你精神越来越放肆 我说高朗 你这傻瓜老婆怎么回事 这奶奶七十大寿 送个垃圾给奶奶 这不明白 把奶奶放在眼里吗 不想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别让你准备礼物了吗 礼物我会送给奶奶 咱俩谁做都一样 你这送个 垃圾太过分了吧 高朗 你别是那么瞎说 这真的是千年人生 我专门都让人从北京空运过来的 什么 还北京空运过来的 一个土包子 你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 那可是北京风运镇的 我说你吹一层风运大批 超高 混 混大东西 奶奶 这可是千年人生 你怎么能扔呢 今天是我七十大寿 做我们高家的好日子 你作为高家当地门的媳妇 不送你也就罢了 你还送我拉举 他喝酒 高朗 你看你这傻子老干的好事 都把奶奶就生气了 哎呀奶奶 可别生气了吗 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今天是你的七十大寿 可能因为为了这种人 扫了兴了 哼高朗 赶快把这个乡下活的给我修了 奶奶 我不能再拿货啊 怎么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奶奶 奶奶 这傻子送你这个垃圾 该不会是高朗支持的吧 你不是说拉到什么呀 我都说了 我送的不是垃圾 这可是货真价值的千年人生 价值百贯 我没听错吧 就这么个垃圾 是香腊筋的 是香腊筋的 你价值百贯 王小姐 我看你送的那个大贱面子 才是垃圾吧 啊 你竟然说我送给奶奶的礼物是垃圾 就是 这可是雨柔 让人从国外带回来的 价值五十万呢 小时的 小时的 老公 我说的可是实话 他送给奶奶的金链子 就是垃圾 你个小贱人 你把工链我送给奶奶的礼物是垃圾 这可是国外的黄金 你这辈子都没见过吧 敢说我们的东西是见过 去 傻子 人家王小姐家里可是有钱人的 我王小姐爸爸那个工程一年下来跌了几百万呢 硬着着买起来破坤人了 你可不要无限在家 傻包子 你送个垃圾就算了 还想污蔑野柔 就是呀 你这人怎么这样 自己求也就算了还见不得别人好啊 这黄金的颜色一看就不对 你闷高点一下 除了高了 个个都偶眼看人低 不是所有有钱人都说不解不起 哎呀奶奶 这小贱人这竟然无限我送给你的礼物是假货呢 胡闹 够了 你今天都给你在乡下家里离婚我给你没有爱 奶奶 我是不会离婚的 你是不是别让我的话也听了啊 我在外务下 一生不可能 取一个土鸭子 现在也就是你爷爷死了 如果你爷爷不死的话 也早会一定气死了 是呀 跟你奶奶的话 赶紧离婚 娶了一个人 我才不会回报道离婚 你是小贱人 你小张啊 强我男人 现在又诬陷了我 送给奶奶的礼物是假货 你信不信我让你睡大街了 我临初夏从来不会污蔑别人 你送给奶奶的东西是不是假货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几十块钱的东西 一个地摊坡 你本来说是什么国外版的 你 这本来就是国外的黄金 这样呀 原来国外的黄金 别一般嘛 原地摊坡 哎呀我看着今天子不像是地摊坡呀 这王小姐那么有钱 怎么弄个地摊坡 来不能奶奶呀 就是 雨柔可是我的好儿媳妇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诬陷我儿媳妇 你 小夏 你闹过吗 给雨柔道歉 高老 你让我们道歉 雨柔他不是这样的人啊 天天是奶奶七十大后 他不可能这么没有风策 送过假作我碰到奶奶 哎呀高老 你是在听我说话吗 雨柔啊 我就说高老是一时糊涂嘛 你可是千金大小姐 他一个农村来的野丫头 拿什么给你一笔 你来 小贱人 听见没有 啊让你给我道歉 道歉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 这件面子本来就是假货 够了 雨柔可用我最媳妇的最佳人选 她送我的礼物 那怎么会是假货呢 就是 你这种农村来的下的不得 这辈子都没见过黄金吗 装什么装 说我儿媳妇送的是假货 我看呀 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吧 我和王家 可是江城第一户人家 我衣归里随便一件衣服包包都好几万了 你看你是眼红大小姐 比如啊 别跟这种乡下的一般见识 来来来 我们吃饭 明天我就让高朗和他离婚 这边那样的稍微识货的人 一眼就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而且我是和高朗说婚 只要高朗不说离婚 我才不离婚 你你你这个死呀 我告诉你 今天你和高朗和灰离定了 再给我们家五十万 不是 先不说我和高朗会不会离婚 就算我和高朗离婚了 为什么给你们高家离婚啊 你在我们高家白吃白喝这么多 你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们高家的 怎么 离了灰 打算拍拍屁股走人呀 这五十万是你对我们高家的赔偿 妈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是呀 你别跟着闹了 赶紧给雨柔道歉 今天是奶奶七十大寿 都别闹 高朗 我没有胡闹 这今天的确实是假的 我平时没有道歉的 够了 够了 今天可是我七十大寿 你把你的龙黑来的丫头 带董燕 为什么 你究竟黑总没有我这个奶的呀 是的 你虽然是我们高家的样子 但我们高家也没有亏待给你 哎你看着你这个傻子喽 平时胡闹也算了 这怎么还闹到奶的生日宴上去了 我才没有胡闹 欺验的价格就是价格 主家 你到底在干什么 高朗 人活一口气 数活一张旗 我父母千年人生 价值百万 被当作是垃圾 在纪念的分别就是个地摊火 还被当作是个宝 哪有这样的道理 跟你这种乡下野丫头 用得着讲道理吗 我没女人啊 送什么都是宝 乡下人有了 你们干什么对乡下人 帮有这么大的偏见和敌意啊 你 你这个死丫头 你竟敢给我听嘴 过了 这怎么行 你这傻瓜老婆还得跟他妈听嘴 虽然你是在家里养的 但是你一个这么多年 你一直帮我妈叫妈呀 你这傻瓜老婆 分明不把婆婆抱着眼睛 就是呀高朗 你老婆这样像什么样子 那是有顶帮伯伯的 这传出去 不是让人来笑吗 行了说啥 你别冒了 赶紧给你给我倒看 哎 今天他们在奶奶 虽然大寿的份上 你就跪下来给大家 车里的伞头吧 我就不跟你计较 王小姐 既然你执意说这经验的是真的 那么我们这俩会赌 如果这经验的是真的 我就跪下道歉 和高朗一公 如果这经验的是假的 麻烦你以后别说现在我老公的事情 好啊 赌就赌 谁怕谁呀 小贱人 你打算怎么间谍了 见见见见的是不是真的 这还不简单 初夏 这变的是不是真的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别闹了 赶紧给你给我倒门 高朗 他们欺负我可以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他们阴阳外星顺利去补水 你是我丈夫 我不允许任何人瞧不起你 你们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我看呀 也别弄什么鉴定了 你这种土包子 连黄金都没有见过 拿走什么鉴定呢 赶紧给我们语柔道歉 乖乖的 跟高朗离婚吧 急什么呀 刚才我们不是打走吗 如果这经验子是假的 王小姐 你必须跟我道歉 我这经验子就是从国外来的 为什么不是假货呢 哎 这酒店张经理多大事呢 哎 喂 张经理你好 高少爷 我听说今天把我会贴的女人给报了 给那个高夫人庆生吗 我准备点小礼物 方便过去吗 哎 市场我高兴还来不及啊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哎好好好 这张经理上次见面不还跟个大爷似的 什么这次电话里跟我装孙子 难不成 就因为我包向走电子 老板 这张经理是谁呀 这个张经理啊 是 天皇祖殿前两天刚上任的项目经理 说等一下过来给奶奶送礼 哎呀 天皇祖殿的经理啊 那可是个大人物啊 还是大龙有出息 这是张经理这样的大人物 哈哈哈哈 好了我告诉你 等下张经理过来 你让你这个傻子老婆找出来去 万一折扰了张经理 那咱们可真是吃不了空的口 哎大伯 前几天听你说 这张经理 还是在国外待的 那王小姐的例子 也是国外买回来的 不如让张经理给好好看看呗 我看行 张经理可是从国外回来的 肯定识货呀 宇蓉 你觉得怎么样啊 当然好啊 我可还认识张经理呢 他能当上张经理呀 还全靠我爸走的关系 什么我天龙酒店的经理 可全都是靠实力才能上任的 一个项目经理 竟然还要靠关系 岂有福利 你是啥 我看还是算了 才已经有道歉了 孟公 你放心 我用你做错事 翻不着心许 等下道歉的 可是这一毛钱 我这金链子 可是我爸特意从国外买回来的 怎么可能是假货 等下张经理鉴定了后 没看过什么瘦事 那我们都会不错 哎张经理快请 快请 告诉我客气了啊 今天一块多让我们天赛来大人窝啊 张经理 你确定包下酒店的是他 上面的人就是这么交代你的 这位是 啊张经理 为什么 这就是个乡下来的小野鸭 脑子被车撞 没关系 陈初夏不是我老公包的酒店那是不是你啊 你不知道照镜子看你是什么货色 公里边 你们 行啊 你什么说了 哎 张经理不用管 这边请 好好好 老夫人 这是我前日子开麦特海德的招呼 随后领过 不成经理 希望你喜欢 啊 我还行 我还行 张经理呀 你太客气了 哎呀 太客气了 你说哪里话了 考骚可是我们江城大人物 以后啊 还得多麻烦的帮助我一下 我这什么时候成江城大人物了 啊 那张经理 你放心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了 张经理呀 你可来的正好呢 王先生也在 我这送给奶奶一份大礼啊 可是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 可是偏偏是傻子说是假货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一个傻子竟然帮王小姐送的宝贝是假货 岂有此理 就是啊 这个傻子已经在这儿闹了好久了啊 张经理 你可是从国外待了好几年呢 比如这金链子啊 又是从国外买回来的 你可以帮忙说一空道话呀 是啊经理 你可以帮忙组织一个公道啊 好好好你们放心 高少可是江城大人物 王姐的爸爸 也是我的贵人 这个忙我肯定帮金链在哪儿 我看看 在我这儿 给葬经理 张经理 你可要看亮眼睛好好看 到底是谁在顾问 这有你什么话 你个土包子 张经理可是从国外回来的大流 你别给我多嘴 就是呀 你这乡家来的土包子你懂什么呀 赶紧闭嘴吧 谁说谁呀 你就说我俩去吧 张经理 你都看了这么久了 这大金链子 到底是真的还真假的呀 哎呀妈 你别着急 让张经理看起来很穷念 有什么别急吗 这 哎 张经理 你摇什么头呀 这金链子 肯定是真的吧 这金链子 颜色不对 手法也不对啊 什么 张经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这金链子可是国外的黄金 你可得看清楚了啊 哎 好好好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是啊张经理 这雨柔啊 可是王家的大小姐 这王家 可是江层的大伙人家 有的是钱 他怎么可能送家货呢 就是张经理 我们家雨柔 家里资产 都有几千万 饭得着买个假货吗 张经理 你可得仔细看看 千万不能出岔子了 这假货就是假货 看得再可惜 又是假货 你这个死丫头 你再多嘴 信不信我会撕了你的嘴 妈 这雨柔的金链子的说不定真是假货了 现在市面上的东西真真假货 我看到金链子的颜色啊 跟正常的黄金 不一样 干啥 你相信我呀 你有时候说话是罪了 但是不至于真的明白 再说 你说我老婆 我不相信你 还能相信谁呀 干啥 谢谢你 好挖刀了 既然连你也得一起误解我 哎呀 雨柔啊 你放心 奶奶呀 一定跟你一个交代 你呀才是我心中的好分析 再做土包子 他根本不配借我们高架的门 就是 雨柔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收拾掉这个土包子 张经理 这个金链子 肯定是真的吧 这金链子 不对啊 这个国外的黄金 在这盘也 也不一样啊 张经理 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 亏你还是我外回来的呢 是 张经理 你再好好的看 这个 国外的黄金是不是跟国内的不一样啊 你还不能下定了 让我们好学习 做委屈啊 好好好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难不成我这真的是讲过 会吧 这也太丢脸了吧 我出去接个电话 看什么看 我的经历 就是真的 我走 走一条 行啊 走一条就回去 我还等你 摸到片子 行 喂爸 你那金链子是怎么回事啊 还跟人说价值四五十万 怎么人都说是假货呀 哈哈 你说我皮箱里那几条经验的 女儿啊 那确实是假货啊 什么 爸 你放个假货 皮箱里干什么呀 你这不是抠我的吗 这不是带出去有面子吗 我听说你去他家 郭家老夫人的寿宴啊 是不是郭家人欺负你了 要不要我带今儿人 听听我讲一点 不用了 自己会教训 就算是假的 我也要让他变成真的 贱人 你就等着给我磕头道歉 老老实实跟高朗离婚吧 张经理 这金链子肯定是真的吧 是啊 张经理 你看了都快十分钟了 你个大男人磨磨唧唧 这事成是两句句话的事吗 张经理 其实这金链子呀 是我送的 你都看了那么久了 干什么品牌的呀 什么 这是你送的 高少 你们被骗了 这什么金链子就是个铁链子 你们别被骗了 根本不值钱 你才是货 听见没有 张经理说了 这金链子 是假货 什么 竟然是假货 觉得是假货呀 就是假货呀 几块钱的假链子 您别被糊弄了 我这金链子 我这金链子 可是从国外买回来的 怎么可能是假货呢 张经理 你可要睁大眼睛好不好看开 这 这金链子王爷你送的 是啊 张经理 我送的金链子 怎么可能是假货呢 我可提醒你 你能坐上天龙酒店经理的位置 可不是两张我爱 刚刚是我搞错了 这王姐送的金链子怎么可能是假货呢是不是 张经理 你这可都看了大大的小时了 张经理 一个假货 你还就是上费补兴 行了 这里哪有你们说话的事 张经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这金链子设计得很妙啊 高老夫人 这绝不是什么假货 这可是宝贝啊 刚刚说过眼瞎 这最起码价是好几十万的 哈哈哈哈 我就说嘛 我睡媳妇怎么可能送假货给我呀 这金链子 单算是眼不瞎的 一眼就能看什么一假货 你们竟然还当个宝贝 怎么 我说真的就真的假就假的 你一个乡下来的穷鬼 还敢质疑我 哎呀 可不是吗 我们女柔可是王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拿个假货来糊弄我们 高老 把这个乡下来的眼牙股扑回来出去 等夜会结束了 马上你归 哎呀 别着急嘛 还得等他跪下来道歉呢 就是呀 刚刚不是还打赌吗 这链子是真的 可是要跪下客头道歉呢 够了 赶快跪下客头道歉吧 什么 那大家是这样的 这 出家刚才有点空洞 我在那部下 想什么道歉 我行为正做的关 这今天的讲的就是讲 你不要道歉 我看 该道歉的是王小姐 就是一个小贱人 你说八道什么呀 我是王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这么假货 这经验子本来就是假货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糟糕 这死羊头到底想怎么证明 万一真的证明是假货 你不就完蛋了 你想怎么证明 张经理可是国外回来的 他说证明就是证明 高朗 改天把这个土包给我赶走 别在这儿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相信国家 让国家重要 高总 谢谢 说什么什么 你说了我非得 会脏公立 你被这个乡下语人狐狸精 罢了怎么迷糊他 你此理八卖 高朗 你才和这个乡下的丫头 结婚几天呀 就被他打捏得死死的 那以后还了得呀 你可是高家的养子呀 一有了媳妇 就忘了我们高家的养育真了 我看 我就是养了一个白眼狼 赶紧把这个挫子给我赶走 明天就离开 要不然 你也不毁住高家 妈 嗯 就因为高朗是你们高家的养子 不管他付出什么 你们都不放在眼里 因为在你们眼里 就只有高大龙这个儿子 从来就没有把高朗弄是家人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他是家货 我现在就给服务员买了 让钱再送洗铁石上 什么 洗铁石 这洗铁石万一真的把这个养子洗起来 这不是霸漏了吗 不行 绝对不能让人送洗铁石上来 阿姨 你看看这个小贱人 你可要为我做主呀 雨柔 放心 阿姨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你的土包子 张兄弟已经说是真破了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谁稀罕你这么呀 赶紧给雨柔会下道歉 对赶紧回家道歉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是啊 我可是国外回来的 什么金铁石我没见过 王小姐送的金铁石可是绝是大宝贝 这农村里的农鬼 这辈子没见过吧 你们别太过分 初夏可是我老婆 哼 你给我闭嘴 我敢承认你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做我的儿媳妇 我的儿媳妇 可是一个像雨柔这样的千斤大小姐 哎 这不刚上完菜吗 没有大菜 这里桌子都快放不下了 高少 这是我炕完准备的 来来来来 谢谢张兄弟啊 来来来大家坐下吃饭吧 来来来来来来 这是谁的铁线子啊 哎 这是谁的铁线子啊 它的铁线子被吸起来了 难道这铁线子是铁的 不然怎么能被吸起来呀 羽柔 你知道送了一个假货给奶奶 我 我 你什么你 又一块破铁当宝被送给奶奶 还骗大家说下去几十万 还说什么国外的黄金跟国内的不一样 怎么 原来国外的黄金是用铁做的呀 羽柔 这 这真的是假货呀 不是的 我这是从国外买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呀 我们王家有的是钱 阿姨 奶奶 你别听那个小贱人胡说 张经理 你快说句话呀 你刚才不是说这是真货吗 你也瞎吗 这夫人 这金链子拿着铁链子快滚出去 张经理 我劝你别不知好歹 不然这事被陆管家知道了 你可就吃不了豆腐 陆管家 你个乡下来的小丫头 怎么说陆管家 什么陆管家 我 我怎么知道 初夏 什么陆管家呀 你不是失忆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张经理 位置都还没坐 就别动那些歪伤 你这小贱人 我这个经验子就是真的 你马上跪下来跟我道歉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不光打你 我还要撕了你的嘴 扒了你的衣服 找几个臭流氓 雨柔 你怎么那么恶 恶毒我 高浪 你说我恶毒 背着我跟这个女人乱搞 我还没交给你呢 行不行 我现在立马让你高临过去 丁雨柔 你别冲动呀 阿姨相信你 就是丁雨柔 别冲动啊 我们高家 又不只有他高老一个儿子 这不还有我呢 你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 你还说什么屁话呢 老婆 我还没笑着 别介意 别介意 是啊 丁雨柔 你别生气 奶奶相信你 你可是我心中的好随习 你奶奶啊 一定给你站在里边 啥子 这酒店可是我包下来的 谢人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下道歉 我出酒店 我包下的酒店 我别什么要喝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回下道歉 怎么 今晚上就找几个错诺了 哎呦 丁雨柔 我会让你被谁把你就是在这儿 現在 我串雨 recruitment 现在 马上 让王家过下 对 小姑娘 我马上安排 呀 高大 我看你这傻子老婆也不傻 还学过演戏了 这王家可是江城的大夫人家 这个傻子有什么能力 能让王家老爷 风哥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什么风主 当地给你跪下干嘛 哎呀 行行行 咱们给你什么事 能躲啊 赶紧走吧 好好 谢谢 哎 哎 行啊 你这傻子 比高了 会玩啊 还挺会装 行了 咱们跪下对女儒道歉 马上滚 就是 我们还要吃饭呢 这二十万一桌的饭菜 再不吃 可就要凉了 没事了嘛 反正今天啊 酒店被我包下来了 大不了 让服务员再送一桌嘛 哈哈 还是大龙会吧 办事 还愣着办什么 咱得过一辆 谢谢 哼 王小姐 我希望你们记住今天的教训 别以为让我们自己有钱 就可以为所为为 我看你还真是不知四哥呀 还敢来教训我 喂 办什么事儿 我吗 王家破产了 我怎么可能得罪我宝堂的人啊 我连那宝堂的人都没见过 喂爸 你怎么了爸 幕啊 门 喂 门 哎呀 宇柔 什么破产了 都只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宇柔 你们王家可是乡租了大户人家呀 这好端端的 怎么破产了呢 我爸说我们得罪了万宝堂的人啊 什么啊 万宝堂 万宝堂可是北京风主创业的呀 你你連萬寶堂的人都能得罪 你這不少死嗎 這這這這這 你還跟著我別聯絡我靠下 好大了我這幹什麼啊你 我現在已經不是死過王家大頭起來了 你告訴我你滾吧 給我連了你們 這個黃玉露連萬寶堂的人都敢得罪 真是找死的 你們高家人還真是現實 行啊你不閉嘴吧高了 管好你這個傻子佬 別到時候我得罪了什麼人連給我高家 楊楊這親愛人生啊 是我特意為你準備的食王的身體好 你才不用 啊 睡覺 算了 奶奶既然不要咱們以後再準備其他禮物補上 奶奶媽我最近看上一個大項目 準備馬上公司所有的錢都往這裡面投 不複裂合約能翻一百倍呢 哎喲 大王 什麼大項目啊 這麼賺錢啊 開舞廳啊 什麼 開舞廳 哥 這開舞廳就是一個小小孩啊 你用到這把公司所有的錢都拖進去嗎 你懂得嗎 我可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 福利這方面你以為我懂得多 我告訴你 我開這舞廳 兩個月賺一百倍 一年再也變成全世界 快得了吧 現在學還投資舞廳嗎 我看啊 別人騙了吧 給你一個啥子你懂得嗎 幫忙 管好沒有 我告訴你 公司現在是由網塞負責 你就是個貓打下去了 沒股掛理權 哥 出下說的沒錯 你投資請後不聽啊 用了點把公司所有的錢都投進去嗎 萬一廢本呢 公司開就破了 你不要跟我不說 我看這個項目 穩賺不賠 大王 公司就要給你錢了 放心 你要好好幹 咱們高階的公司有你負責 太好了 信任信任 你來吃蛋 你來吃蛋 好好好 大哥 我讓顧總監負責了 二個就是 你投資的五丁 我讓項目目總監評估過了 不止三個月 咱們公司肯定會賠錢 董事會那邊呢 還是讓你慎重贏 大哥 啊 誰是搞老啊 媽的誰啊 沒看到老子就睡覺了嗎 你很囂張啊 你誰啊 什麼事 這他媽是我辦公司 是你能隨隨便便進來這個地方嗎 你他媽找死啊 我 吳小龍 吳家大靠 你聽錯過嗎 哎呀哎呀 是你的吳少 不好意思我這不睡鼻孔了吧 哎 您找我呀 你 就是高老嗎 我 我不是高老嗎 吳少 我是高老 請問 有什麼事情嗎 你小子就是高老 小子 趕緊還錢 還錢 還什麼錢 我沒有借錢啊 你之前從我們吳家借了一千萬 連滾蛋的現在是五千萬 趕緊還 什麼 五千萬 不可能 我什麼時候向你們吳家借過錢 是不是搞錯了 之前搞投資賠了幾千萬 挪用公司的錢 公司早就沒錢 幸好我吉林 用高朗的名義向吳家借了高利蛋 哈哈 高朗 你就老老實實還錢吧 少廢話 趕緊還錢 別浪費了我時間 不然 我公司給你砸 你 危危危危 我公司不上 你心路你心路 我好勸他 公司 你趕緊把錢還了 你無受可是江西龍四百家路之一 顏 惹怒著他 這麼高家可就慘了 去 公主 陆管家 上次让你调查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公主 您让我调查的高大龙投资五厅的事情 我已经让万宝堂的项目总监 评估过了 此项目必亏 那现在高市什么情况了 高市就是个小企业 这次将全部的资产 全部投资五厅 肯定会破产 而且自从高市被高大龙接受以后 一直在亏钱 高大龙还借了不少的高利贷 债主都已经催债催到公司去了 什么 我现在就去趟高市 陆管家 你对外发布消息 就说万宝堂准备招合作项目 我这份一定要给我老公出口气 是 他妈赶紧还钱啊 敢不还钱 老是纷纷扎在里面高大龙小公司 够了啊 你赶紧把钱还给胡少爷 我一针扎了咱们公司 你要怎么跟奶奶交代 这不是害怕我们家啊 大哥 我真的没有向胡家借钱呀 何况五千万 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我管你能不能拿 我管你能不能拿来 今天要是不还钱 我纷纷让你们高家破产 这 吴少 你真的弄错了 我就是一个人事部的经理 平时也没有什么场合要花钱 这 怎么可能向你胡家借钱吗 笑的 还敢拎嘴 赶紧还钱 不然 别跟我新人酒了啊 搞不老啊 你赶紧把钱还给胡少爷 你不要脱了我们高家 我真的没有借钱呀 更何况这可是五千万呀 我就是个人事不经理 我哪有那么好钱呀 妈的 出口了你批法证图 不还钱我弄死你 干嘛啦 你别狡辩了 赶紧还钱吧 你真想害了我们高家 我 高大龙 到底是谁拖累的高家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这高利贷 可是你借的 你个傻子胡言论你什么呢 这白痴黑的证据都在这儿啊 明明就是高朗鸡 你怎么还带我呢 初夏你怎么来了 老公 我给你包了鸡汤 你这两天工作有点忙 别再把身体累坏了 初夏你对我正好 他妈的 你们刚好是死人啊 这女的谁啊 我不笑 这女的是高朗的老婆 这农村来的傻子 傻子 长得有几分姿色 这样吧 后来几个晚上 还钱的日子 我给你宽限几天 什么 让我 我老婆怎么可能陪 我不同意啊 够了 你弄不进水的吧 不是 我能看看她 是她祖上基德 你还欠人就不欠万呢 我告诉你 今天要是还钱 咱们家可去玩的 干脆啊 先让她去 你这人呀 去出钱吧 明明是你借的高利贷 家会得高了 有什么让我去 不是 你你也瞎吗 哎 这上比白子黑子 写着高朗的大名 她借钱不还 出来我们高价 你作为她的老婆 难道不应该去替她还钱吗 怎么 喜欢我的女人 磕从江城 还在国外呢 能被我看上 你还不在意啊 就是 咱们吴绍 可是江城四大家族之一的继承人 你能被吴绍探想 烧香拜佛吧你 大哥 出下再怎么样 也是我老婆 你在这儿胡闹八都什么呢 高朗 我说你别不知好歹啊 我们高家 要是因为这事被弄垮了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跟死去的爷爷交代 高大龙 你是不是就看着高朗老实 你就变着发着欺负他呀 我告诉你 有我带 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老婆 这钱高朗一分都不会出 不是高朗借的钱 他凭什么还钱啊 嗯 不还钱 可以啊 我说了 你凭 钱的事 好说啊 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呀 敢让我 嗯 吹角门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么跟我说话 你出一下 这可是无少呀 无少让你 一直看不起你 你居然还顶撞无少 这活着不太烦了 初夏 少说两句 无少不是你们高家能惹得起的 老公 你别担心 不就是区区一个无少吗 不用担心 什么 我没听错过 区区一个无家 我们无家可是江城一流家族 新闭我一个电话 分分钟让你们高家破产 初夏娃 让你 这是看不起你 也不是老歹 就是就是 李初夏 你呀 就老老实实 骗无少 骗到晚上吧 若是把无少 是怎么高兴啊 他 说不定这钱呢 就不用高涨还了 哈哈哈哈 老四我说过了 钱是不好说吗 怎么说 给你 还没什么时间考虑 不用考虑了 我是不会的 是高大龙借的钱 和我老公 可没有关系 他妈给我警告一件啊 让你跟我说 你再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嘴 大哥 你能不能别闹啊 初夏是我老婆 怎么能去别的男人 啊 不可以 现在立刻马上还钱 否则 我砸了你们高市 让你们立刻破产 这 够了 你听见没有啊 你老不要说 咱们家现费就还钱了 五千万啊 在这上哪都这么多钱啊 你怎么是太容易高将了 不就是五千万吗 我有钱 什么 你有五千万 你开什么什么国际玩笑 你跟龙所来的傻子 五百块都没有啊 你还有五千万 好了 初夏 你赶紧回去 别闹了 回家 回什么家 要不老老实实 管您的事 好说 要么 让你们高家破产 胡少 我这一时半会儿 也筹不到这么多钱啊 你就宽限我几天 我马上去给你筹钱 一个星期前 老子就叫人打电话 通知你换钱了 到今天 还有宽限你几天 怎么 准备跑路啊 今天要么还钱 要不然 你们快下去就破产 到了啊 你赶紧让我吹下 陪胡少 以后木胡少 这人家可不能破产啊 大哥 你怎么这样啊 我才不会 高大龙 明明是你借的高利贷 窗户 凭什么让高朗替你踏屁股 你找死啊 这不办 明明是高朗借的高利贷 你怎么还要诬陷我 行 不想 可以 你不是有五千万 赶紧把钱还给我收 高大龙 你还真是个无赖啊 要不是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 我管你是自私活 说什么废话 赶紧还钱啊 你赶紧让他拿出五千万 你是不是真想看我家过产啊 大哥 你又不是不了解出家的情况 他怎么可能有五千万啊 出家 你别闹了 赶紧回去 钱的事我来承办啊 这卡里有五千万 拿的钱 鬼臭门告示 一张货 哎呀谁知道他是不是从垃圾队里见来的呢 谁在这边咱们卡着户吗 当我傻啊 啊 你们高家人很嚣张啊 我改变主意了 今天必须还还一个亿 否则 鬼致电话让你们高家破产 这刚刚不是五千万吗 这怎么又变成一个亿了 对呀 吴少 你这临时加了五千万 这不是我已经探过了吗 嗯 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一个亿 是不是太少了 那就两个亿 如果今天拿不出来两个亿 你们高家就等着措产吧 你们高家的人 都准备去睡大街了 胡少 你这怎么还变来变着的呀 啊 你吴家虽然是江城四大家族 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欺负人呀 欺负人怎么 在江城 老子就是规矩 今天要是不还钱 老子就砸了你们高师 砸了你们高师 那一个电话 就让你们高师破产 让你们高家从此鬼头家长 我看在你们吴家 是江城四大家族的份上 对你一人再人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行 既然你这么喜欢 让别人睡大街 我会让你亲自体验一下 睡大街的滋味 哼 你很狂啊 我不建议 你是农村来的土包子 长得这么标志 可以学习 只要你老老实实实地伺候我 把我伺候好了 高家的事 都不是事 上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让我被送去非洲翻砖了 怎么 你想试试啊 你怎么找死啊 我现在就把公司给抓了 够了 你看你老婆干的好事 不就是对吗 跟谁对不是说 他第一次个屁业啊 不是 不是 你激怒呀 初夏 你先回家吧 老婆 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让你受伤害 喂管家 三分钟之内 让吴家破产 吴家上下 全部赶出江城 送到非洲 搬砖去吧 是 你 等我弄了高家 我慢慢玩死你 胡唱 你放开我老婆 放开一个老婆 哼 没问题 我 想想的会更好玩这事情啊 今天不就 你老婆 在一在后面看着 你看着我玩弄他 你 你无险 马的臭娘们 招死 敢打我 打我 爸 你怎么排妻子来了 他们高家拿出钱 我正准备教育他们呢 混蛋 爸 你打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找葫芦了呀 你小的平时不需要勿秀 花天酒地就算了 今天跑到万宝堂那些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 爸 什么情况 我怎么可能会招着万宝堂的人呢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混蛋的东西 现在吴家都被你 害得破产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吴家 跟江城私打家族 怎么可能破产呢 吴家竟然破产了 靠 哎 吴小龙 我看你这次啊 还怎么让我们高家的人去大街 你找死 肯定是搞错了 我们国家从来等着破产呢 你们高家赶紧赶紧赶紧 否则现在就把你们赶出江城 还拿什么钱 赶快回家 万宝堂的神 已经找上门来了 我们一家人 都要被 送到非洲去搬砖的 你赶快跑吧 什么 去非洲搬砖 我 我不要去非洲搬砖啊 万宝堂不适合我 我家 能整个气吗 你妈替你按着好吃了 赶快跑吧 嘿 这龙家还真过惨啊 这个吴小龙 他平时就笑张大后的 这次啊 总算找报应 嘿 黄郎 别愣着干什么 赶紧带你傻子老婆 不错吗不是 大哥 大哥 这高利贷是不是你借的 你到底借了多少钱啊 我怎么可能会去借高利贷 你不要听你傻子老婆我说啊 那你那笔借款是怎么回事 高大龙 你肯定是用了我老公的名义 去借的高利贷 对吧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这钱就是你老公借的 关我屁事 你们俩赶紧关 我待会还有饭袭呢 咕咕咕咕咕 喂张美主怎么了 我在这忙着呢 怎么了 我同事的五天被查过了 让我乱跑路 这怎么钱呢 你拉不回来了 我 这怎么办 哎呀 大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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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啊 我在眉外跟张勇说 咱高师要完蛋吧 你那个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啊 儿子 你那个投资不是说 你能不能买一百亏吗 听说那个舞厅老板好累的 老公 咱们高家 是不是要完蛋了 那个舞厅啊 本来就是干不征仅生意的 你们一家人 既然还听高大龙的话 把公司所有钱都投了进去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是啊大哥 我当初就劝你别冲动 那个舞厅就是个小项目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资金 都投进去啊 高娅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啊 当初我同志的说 你也别难为 我告诉你 这次咱们公司要是倒闭了 你得负责 大哥 我当初反对的时候 你劈头盖脸的给我一顿爸呀 我能说什么呀 高大龙 你讲点道理 做个人吧 赚了钱就是你一个人的功能 出了事 就让我老公替你背黑锅 天下哪有这么大好事 你个傻子动什么 回来 奶奶 这童子舞厅的事还真就怪高了 当初这童子舞厅的事 可是那个王小姐介绍给我的呀 就是啊奶奶 当初王家那个王小姐 就介绍了 王兄跑过来巴结大龙 给介绍赚钱的项目 我看啊 只不准就是高了 只是那个王小姐 把这舞厅介绍给大龙 叫做大龙夫丑的奶奶 奶奶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呀 妈 但我们一心一意为了高市 这个舞厅投资 又不没出 要不是高了 大龙肯定不会投资啊 这 大哥 你这怎么能卖到我身上呢 哼 你们这一大家子 老的少的 没有一个争取 对对 你这个谁呀 这哪有你说话的事 奶奶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呀 哼 高长 高家自从收养了你 可是一直对你不保护啊 奶奶 我这个舞厅的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当初大哥要投资 我我也是一直一直 极力劝阻呀 这啊 放屁 你劝阻什么了 我当初投资的时候 你说过一句话吗 高大龙 你当初偷偷摸摸投资的时候 你跟我老公杀了过吗 你个傻子 你闭嘴吧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高家 行了 都给我毕业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该不会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吧 你怎么不给我 给你高家样子啊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一个旅游项目 一直没有开发 接着出去啊 万宝堂 我还正在找合作 这是我们高家翻牌的唯一一次机会儿 奶奶 谈合作我可以 我现在就可以去 让高朗去 这个旅游项目的商业计划书 是高朗一手策划的 只要拿下这个合作 我们高家一定翻牌 高朗 既然奶奶交给你 这万宝堂的合作 你就去谈吧 这种好事 怎么能让高朗去呢 奶奶 谈不做我最想找了 我现在就去 这好吃 那 大龚是个人才 什么项目搞不定啊 哎呀 这可是万宝堂啊 万一搞 derm了他怎么办 你呐 你去相信大峰呢 ikes 他娘嘴又不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吵不住了 高大龙没有我的允许 看你怎么谈 哼 就他 怎么可能谈下跟汪宝堂的合作 你个农村投包子你懂什么呀你 谁鬼 就是呀你懂什么呀 这个家要没我们大龙早都垮了 得了吧 这个家 就因为有高大龙 才会垮了 行了初夏 你就少收养去吧 哈 喂陆管家 等下高大龙会去万宝堂谈合作 不用跟他废话直接赶出去 好的 公公公公公公也不看自己什么德行 还来我们万宝堂谈合作 你跟万宝堂太欺负人了吧 喂 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人来收拾你了 哎呀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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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儿子 合作弹得怎么样啊 是啊是不是弹成了 我都说话 哪有老老公搞定的去啊 哼 来去一个小时不到 像是弹成的样子吗 初夏 你贴这样 儿子 合作弹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 还是把这个合作交给高老去谈吧 这种旅游小项目 看不起 这 这可是爷爷生前七万级的大项目 不是小项目啊 那你就跟高老说谈吧 好 慢着 怎么 把高老当什么呀 是你们高家的一条狗吗 死丫头 你说什么呀你啊 你们给我听好了 现在 是你们高家有求与高老 高家被高大龙搞得破产了 而现在 能救高家的 只有高老 你个傻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让高老谈合作 可以啊 只要高老拿下了和万宝堂的合作 高家以后 就交给高老负责 初夏 你在说什么呢 他妈 你个傻子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赶紧滚 这合作我们爱谈不谈 就是啊 高老家 怎么能交给一个外人负责 外人 行啊 那你们高家出事了 就别让一个外人帮忙嘛 老高我们走 这个合作不谈也罢 慢着 好 我答应你们 只要拿下万宝堂的合作 高家以后有高老负责 如果拿不下 你马上给高老一位 外出高家 好啊 这个合作 高老肯定拿下 妈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就是啊 奶奶 咱们家 怎么能救一个羊子负责呀 可不是嘛奶奶 你是不是胡说 哼 什么外人不过来 这要好多高家 谁说这都一样 高老 这次合作 务必拿下 又要让我失吗 好 奶奶 我一定不会让你说啊 哎 站住啊 这里可是万宝堂 不是你们这种人能随便进的 麻烦让开 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是啊 宝大哥 你们就是来谈合作的 我是高家高老 刚才也来个高家的 不过被我们干走了 你们要识强点的话 赶紧滚吧 你带我轰吧 你带我轰吧 我在楼下 好好好 马上安排 你们赶紧走吧 走吧 我可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哈 你再不走 我可要收拾你们了哈 住手 哎 陆管家 他这两人正在闹事呢 我正收拾他们呢 滚一遍去 这可是我的贵客 陆管家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贵客呀 行啊陆管家 网上什么也不知道 就别为难他了 是 从 陆管家 这位是我老公高老 进来 是来谈合作的 哦 哦 高先生 我为二位备了茶几点心 咱们上去别吃天聊 陆管家 你怎么还被点心呢 这都不好意思呀 还有什么呀 直接把活动签了吧 是 嗯 陆管家 这项目 真的不用再聊两句 不用了不用了 就是一个旅游项目而已 几千万 随便通 行了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老公 这两天你也辛苦了 带你去吃好吃的 带你去吃好吃的 老公 初夏社姐 要不要给你安排一下 江北最好的酒店 不用了 我老公啊 不喜欢吃高档餐厅的东西 初夏 去陆管家怎么那么客气啊 哎呀老公 可能年纪大了 就喜欢客气吧 你是不是都记起来了 那个陆管家和你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 哎呀 我只记得我叫林初夏 其他的 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陆管家呢 他和你什么关系 为什么三分四次帮你啊 我之前 救过陆管家 所以陆管家给我格外照顾 好啦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